风景你也会非常容易的去把它画清楚 对吧 OK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来想一想画面当中啊 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硬核的一个干货 首先我先讲一下 如果我在这边啊 就是大伙如果有不太不太清楚的地方 也可以在弹幕间啊 就是这种啊 直播互动里面来问我也是可以的 啊 比如说这张图啊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正方形啊 就不用画那么大对吧 因为我的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对吧 那至少得画一半以上 那还得写点字 你想一想对吧 还得写点字 那就不能说 那就只能比一半还小 对不对 那为了就是看起来这个构图啊 显得稍微饱满一点点 我们稍微还是画个接近一半的一个距离 对吧 差不多这样一个正方形 我最喜欢的就是画这种正方形的构图 在这种长方形的纸上 对吧 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的空间啊 OK 我把照点调高一点 忘了 后面进来同学不用慌啊 就是我们今天虽然说 目前是在一个直播阶段啊 然后这个素材画完之后呢 那我们是会循环一天的啊 如果你身边有工具的话 你也可以啊 跟着我的步伐 把这个东西啊 画出来 美美的一张啊 OK 这个椅子是该得换了啊 比较吵 首先啊 我们刚开始讲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啊 叫做分组 这是概括的一个基本啊 怎样分组啊 那有些东西会比较笨啊 就是也不叫笨啊 它也比较可爱啊 就是不能是 怎么能说人家笨呢 就比较可爱 就是这个好的组啊 你看 我们可以把每一棵树分为一组啊 每一 就是每一片叶子就分为一组啊 那这样分下去的话 就无穷无尽了啊 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分那种最大的啊 先从大到小 对吧 那么我们其实对于这个组块啊 其实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概念 那就是天跟地对不对 哎呀 你看我们画风景最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 也就是第一步啊 你看无论画什么风景 第一步是干嘛 起这个大致的一个地平线啊 对吧 你看空间对吧 地面啊 背景天空对吧 有这两步对吧 分了两组 那么第二组实际上 我们可以大概的去区分什么呢 就比如说我从这个背景开始大致的去区分 那以什么区分为主呢 其实这个东西有一点点难度 很多学在这里他会有点迷惑 啊 这背面有啥 啊 又是光的又是掠子 又是叶子啊 而且光线很强 我啥也看不见啊 我啥也看不清楚啊 对吧 我看不清楚啊 这就是 这就是 就像我们学那个统筹 对吧 我们举一个 啊 写错了 哎呀 我是一个文码 怎么能写筹筹呢 啊 统筹啊 统筹 就有点那种 老老掌柜啊 就是算账的那种感觉了 对吧 怎么算账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向啊 几个维度去做一个统筹 比如说啊有些同学 他眼睛啊 贼尖啊 贼像老鹰的眼睛一样啊 他觉得啊 后面这些背景的叶子 他看的清清楚楚啊 还可以通过什么 那可以通过树木的形状去进行个统筹啊 比如说啊 你看这里是不是有团啊 有一颗这种高高的叶子 这里的看不见 哎呦 不不不 不管他 对吧 哎 这前面有一组啊 他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个统筹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方式是什么 就是 你要找到方向对吧 找到什么方向 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什么方向 是以形状为方向的 就是你看得见的 你可以这样去画对吧 而且还可以增加 还可以减少 让他们的形状 组起来看起来非常好看 是不是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方向 就是 光的感觉 我们其实可以从光源性的感觉来 来做一个 因为水彩的画法 他可以决定了啊 就是他可以以光源的这种方式作为一个统筹 对吧 其实我这个按照光源的定律去做会更简单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脑海要有一点想象力啊 画画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什么想象力 想象力是什么呢 就这个时候啊 我的大脑就直接变成了一个PS啊 我直接把后面这个一条一条这个树啊 包括这个树干啊 以及这个树叶 我全部都把它变成了一个 就是先把树干给变霉 但我听不听得懂 就是后面背景这个树干现在没有了 对吧 就是绿绿的白白的啊 白白的绿绿的这些东西没了 全没了 对吧 那个小土方也没了 那只剩下这两个东西 那你就可以以色块的形状 颜色上的深浅去作为一个排序 是不是一下子就清晰了 那么你想想最强的光源 是不是围绕这里 你看 哎 对吧 最亮的第二亮第三亮的 哎 我破色的时候是不是概念就有了 是不是 我一开始我就把这个地方打湿 对吧 留一个浅白啊 就是纸的那个颜色 对吧 然后稍微明亮一点点 柠檬黄哎 这里面稍微点几片绿啊 对吧 慢慢的越到边缘的这个圈里面 它越来越重 你想一想 这种光源度是不是一下子就清除了 对吧 然后这里呢 哎呀 老师这个圈画不下去了 是不是要把这个圈画满了 哎呦 你你你把这地方作为第二个稍微弱一点光源 不可以吗 你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漏一点光啊 漏一点光 明明之中自有安排 你看 哎 我这个地方这样子花 可不可以啊 对吧 啊 一二三啊 一二三啊 对吧 那这个地方是最亮的啊 绿色从这个位置大概开始 这个地方是稍微啊 就是以这种草绿或者是黄绿为主 哎 就是逼近这个白色逼近的多一点点 哎 我们这个色层分清楚之后 那剩下就是根据每个地方不同的颜色去组合几个这种形状的 树叶不就行了吗 啊 最后再插几根树干 对吧 哎 这个是是不是搞定了 对吧 所以我们构图需要画什么呢 就我们构图只需要去画前面 中间 哎 以及远近稍微的几颗树 再远一点树上吧 哎 你最后面上色的时候 浅浅的加上去啊 看我操作就可以了 这个方式大伙学会了没有 就是 就有时候画画 不要去太过于去操照片 对吧 一定要有自己一个分析 你看有些人他概括两下 哎 这个东西就画清楚了 就搞清楚了 对吧 所以想要学到更多的啊 这种思考性的一些啊 作画上的思路啊 都可以通过添加我们一个微信啊 去了解到我们一个课程啊 好好话不多说啊 该把的广告也打了啊 然后我们这个圈圈就保留在这里啊 就无所谓啊 无所按照现在一个比较流行的话来说 就是无所屌位对吧 那我们只需要就画什么 只需要画前面这个树 对吧 你看大致的啊 其实你也不用去模仿啊 它斜一点点对吧 你也不用去哎呀 这里粗啊 这里细啊啊 无所谓啊 真的无所谓 对吧 你就把这几颗树大致的标志在这些位置 记得下面稍微粗一点 当然你看这个树 它其实有点歪脖子啊 就就有点像我们村口那个歪脖子树啊 怎么稍微细一点 这个地方又粗一点 还不用管它 不好看啊 不好看 我们就让它给它做一个整容手术啊 对吧 让它好看一点 不用画那么粗啊 画那么粗 不好处理啊 对吧 偷个懒 画细一点 对吧 它这是 这是在最前面的一棵树 对吧 你看 它给它瘦身成功啊 瘦身成功 多好 让它脖子歪的 不要那么的过分啊 哎 我到这个地方再垂直啊 你实际上只销去画什么 只销去画这几颗 对吧 哎 还有一些穿插的一些树枝啊 你看 那后面的那个在阳光 就是在这个二分的这个平台啊 就是地链啊 跟天空的这以上的一些树啊 全部不用画 全部不用画啊 那你其实就画 你看排排做的一颗两颗 哎 三颗 对吧 哎 不就四颗 对吧 这里大概组合几颗 你直接用线啊 或者稍微图一下啊 五颗 哎呀 六颗 哎 这个稍微远一点 七颗 贼 简单 同学们 这张个图 对吧 我跟你们讲 分析完了 色块之后 你会发现啊 哪怕你是一个 从没有接触过水材的人 今天 只要你身边有这样一个工具啊 你都可以 这张画清晰的完成 对不对 这个东西可是核心中的核心啊 就是很多学拿起画啊 就直接开干啊 哎呀 先试着画嘛 反正我看得见这些东西 对吧 我就哎呀 这个绿色我就画绿色 哎呀 这个紫色我就画紫色 其实这幅画 我跟大伙说 大伙实上最看重的什么 我觉得的话最好看的是什么 对吧 其实我作为一个正常人啊 其实跟大伙的感觉差不多啊 我看到这幅画觉得最好看的地方 其实也是什么 也是光源 对吧 那怎样把这个光源表现清楚 大伙会觉得很难 对吧 其实光源表现清楚 真的一点难都没有啊 真正难的是什么 真正难的是 其实这不叫难啊 叫繁琐啊 又想到我们上次画了一个花虫 这个草虫跟那个花虫 有点类似啊 非常的麻 就是耗费自己的精力啊 耗费自己的精力 好 渐渐的把这个投影大概的位置去标一标啊 就是你们可以产生一点这种哎呀我抖啊抖啊抖啊这样抖着就换啊 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就这地方要穿插一些这种亮亮的颜色进去对吧 大致上哎 阴影投这样一个方向投过来 但是也很奇怪啊 呃哦没不奇怪因为光线在这里啊对吧 啊这个是往这边投的对吧 简简单单啊 小问题啊小问题 那么其实你就只需要去做一些标记 对吧啊我这一棵树长在这里 OK啊大概的 那个树啊 记得啊下面要粗一点 不要上粗下小啊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即使是有一些枝条 他可能哎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稍微的跟图片不一样 不要全部是光感啊 感觉是 嗯就是感觉形状会有点单一对不对 那有些树会有一些遮挡关系 那可能细一点点啊 比如说这里 不要让这三棵树在一条直线上啊 稍微有点变动啊 比如说他在这里 他在这里看上去啊 他应该在这里 不你要让他下来一点点啊 不要那么的呆板 就是大伙搁在这边排队啊 就会显得有点笨啊 你看看这里面还可以再穿一个啊 实际上你就把这边做成一把啊 反正到时候你去走那个色块啊 走这种线条就可以了 你也不用管他 哎呀这里面啊 我应该怎么样遮挡啊 他是怎么样一个扭转啊 妖娆的一个关系 哎呀不用管他啊 反正在后面慢慢的啊 还跟稍微斜的再远一点点啊 差不多就在这里了 甚至于这一根 我们画的时候 你看中间这一段 穿过最亮的地方 我们还得把它变成一个这种 过度曝光的一个效应 对吧 哎慢慢的咔嚓不见了 哎再从这个地方出来 你想想这种是不是 更加体现了这个光的强烈啊 无情啊 无情 是不是 得了这样一个方法之后 哪怕你画再复杂的风景啊 你都可以轻轻松松搞定啊 这个是那个小土坡啊 小土坡 小土坡呢 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什么呢 就是它还是有几层颜色的对吧 有一层草皮微微的啊 浅浅的啊 上面覆盖一层植被啊 对吧 然后再是这个土的土坡的这样一个颜色 注意啊 就是这个地方由于这个草皮罩着它 所以它下面会比较暗啊 这个地方是草皮少一点 所以它会有一个这样一个光的一个效应 看到这一圈一圈的东西了没有 最亮的第二亮的对吧 慢慢的越来越稍微的哎 有一点颜色了 对吧 这是一个弱光源 这是一个强光源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的构图啊 我跟大伙说 对吧 你只要是听了咱们前半端的一个课啊 轻松搞定 对吧 你看构图我今天都懒得复稿了 直接这样粗犷的够一下就行了啊 直接这样粗犷的搞一下就行了啊 这个手机抽风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看 而且我们把中间的这一棵树 就是正常是123到这里 我们把就是旁边这一棵比较粗的树 实际上是挪过来一点啊 目的就是因为就是这个地方 他其实你看一组啊 其实无所谓 他这个时候排的也挺好的啊 大概这个地方比较空啊 就是哎呀 就是没注意啊 没注意话嗨了 我也不想找什么理由了啊 哎呀 多参考几个哎 有些你不想换就不换的远处啊 那会变得很浅 好 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会有一些这种叶片 呃 嗯他比较碎啊比较碎是在前端的啊 是在前端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会比较 就是讨讨讨论啊 其实你把你把第二棵稍微粗一点树往右边挪了之后 这个应该更往左边挪对吧 哎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空旷 对吧 那你就不用去画那个树叶啊 折挡住树干又有跟后面的一个关系 对吧 甚至你直接把它省去啊 对 后来让它变矮一点啊 日常操作了对吧 日常操作对吧 像这种小的素材位置上的调整啊 没什么问题啊 没什么问题 风景嘛对吧 风景啊 风景这个东西不要太过于去追求 就是呃 这个东西长在哪 它一定要长在哪啊 没必要啊 长在这它也是风景啊 长在那它也是风景啊 没什么区别 啊 你就可以诓骗一下 哎呀 我这个画的角度不一样啊 对吧 不会因为哎 我的地方不对啊 啊这个树种的不是这样子的啊 没有种在这里啊 它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去觉得你画的有问题啊 对吧 OK 尽量让中间地平线以前那个树稍微的少一点点 懂意思吧 为什么 哎 因为这样子你才有机会去做更靠后的一个层次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更靠后的一个层次 它实际上是有点多的对吧 你看这远处的在地平线以外的 它实际上是有点多的 如果你前进这个中景啊 这个中景的这个树也很密密麻麻的话的话你就比较难区分啊 对吧 所以你就 呃 就看着去添加啊 这个就是这样子啊 没有特别复杂 你看边缘我们再来一颗 哎 落脚 多好哎 看上去像长了一颗 实际上就是为了偷懒对吧 哎 边缘还有一些曝光对吧 就是逆光 哎 这里还有一点那个高光边哎 抠一下完事了 好 基本上我们树架的这个方式去处理啊 像这颗植物你画或者不画 或者把它画一处矮的也无所谓啊 无所谓 重要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啊 这样一个关系 OK 然后下面比较重要就是区分一下这个呃 紫色的花 和绿色的草皮 的大概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这是一团啊 你就打一个圈圈大概在这里啊 然后这是一条 你打一个圈圈啊 一个长条一个圈圈 差不多在这里穿插一些 这个地方就要无所谓一些啊 其实你也可以按两种方式去做个标记 这些稍微画轻一点 这个地方稍微做的 让笔触细一点 为什么 因为这地方是按照光源的分法 它是一个比较亮的一块区域 对吧 哎 被阳光照亮的草皮 所以你看我这个线我就稍微画的什么 细一点点 还没有 然后这里零星点点一些啊 就是会有些光亮 对吧 好 然后这里其实就直接把它区分出来 过来一块非常亮的一块草皮 除了这里之后 因为为什么到这个地方中断了 它会有一个阴影啊 哎 连接的这个位置过来啊 比较长啊 然后慢慢的就跟这个地方颜色差不多了 对吧 就是不要 就主要是在这个地方的对比啊 你看这个光还会再继续过来啊 但这地方有一点点稀疏啊 就大致的做一下标记 就大致的做一下标记 你看亮的 对吧 自己看得懂就可以了 不要画完这些小地图之后 哎呀 麻了呀 这是啥呀啊 就有些同学就是画这些东西啊 他都懂啊 一旦画起来的时候啊 脑子一片空白 所以一定要去明白你接下来干嘛啊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做的这个示范 我的每一步干嘛啊 是为了是为了下一步干什么 我还是要稍微说一下啊 举个例子啊 我现在画的这个东西是为了我在铺下面草皮的时候 我要先把黄绿跟浅绿跟一些略带紫色的一些颜色 就是这三块颜色 当然它会有些变化 你说我把紫色里面加的红可不可以啊 哎 可以啊 就是我讲这三块主要的颜色 第一个是黄绿对吧 第二个是普通的这种哎 草绿色 对吧 哎 第三个是这种紫啊 浅紫色 因为水彩一开始它是一个铺浅色的过程 对吧 那我肯定要先开始考虑最亮的一个颜色 对吧 铺在哪些位置啊 这就是标记位置 对吧 然后最亮的这个位置是黄 最亮的这些位置 你看它其实会有两种颜色 黄绿跟紫 懂我意思吧 那我在这个地方 只图第一面颜色 明白意思吗 所以这一步也是为了去区分 我接下来上色的时候 我该怎么去处理 听懂意思没有 实际上 我刚才讲啊 画画要有点想象力 这个想象力是啥呢 这个想象力其实你在铺这个地面上的颜色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这些树啊 从你脑海中批掉 对吧 没不存在了 没了 对吧 那其实就是有点在像画这种地图 按按了 什么是什么 什么是什么 一下子是不是轻轻松松搞定了 对吧 你看这个地方的阴影 对吧 这些东西标不要紧无所谓啊 因为你在画这一块的时候 你实在是能够感受到的啊 OK 有了这样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草处 今天我就不再复一遍稿了 也没什么意义 对吧 因为你那个稿子复的 铅笔线复的 就是你把这个线复清楚 也没有什么意义 对吧 你即使拿一个自动铅笔 哎呀 我把这个啊 我把这个东西去给的比较啊 精致对吧 没什么太大意义 对吧 因为最终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主去添加的啊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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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 就是包括这个后面的背景啊 OK 那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啊 嗯嗯 啊 OK啊 我们直接开始上色啊 今天啊 构图讲解啊 年代的这个最核心的这个知识点 对不对 而且这个东西是很核心的啊 就以后你遇到这种任何的很复杂的风景啊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拍照的这种 拍的这种大风景 其实并不好看啊 拍的像那个电脑壁子一样 当然有些电脑壁子还可以啊 就是拍的就是那种啊 很大气啊 包括每个地方都很清楚 树也每一片都看清楚 然后连对面山头有几个树都看清楚 河流的每个波纹都看清楚 那你实际上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取死 对吧 而且那个颜色又调的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 就是很暗沉啊 然后暗中又带亮啊 让人看起来很难受啊 然后总以为那一种拍的像大天级别那一种啊 这种风景摄影就是一点都不和谐对吧 就是看起来会有很多舒服 所以很多情况面对这种素材啊 或者是我们去外出写声的时候 你的眼睛真会看着这么好看的颜色吗 不会的 你看我们现在出门啊 比方说我们现在长沙的天气啊 一出门就是雾霾啊 灰蒙蒙的 啥也看不见啊 你说这个时候去写声 又有点想象力啊 啊朋友们 对吧 实际上你看一下是不是这种 你看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好啊 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去画这个东西啊 然后呢 我尽量去按照大家伙的速度 其实这个背景呢 跟这个草地呢 可以同时一起去画啊 因为有些颜色它非常的相似啊 但是为了顾及到大家的一个时间速度啊 我们先从天空做起 对吧 我们先从这个天空的啊 这个低层颜色做起啊 哎哎呀 大佬短路了 对不起 忘记贴贴那个边 哈哈哈哈 不然画出去的都不知道啊 本身这个边线也画的很草率啊 贴一下边啊 这周啊 应该还有下周还有几场直播啊 还有几场直播 哎呀 放起来放到晚呀 难过呀 OK贴一下 嗯 大伙身边有工具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去把这一张画像 这张画像应该是一个非常漂亮而且光感很强的一张风 而且我跟大伙说 这样子的风景啊 你会做了之后啊 以后这种 像什么阳光透过树林啊 或者是这种很猛烈的阳光啊这种 你 基本上都是可以把它画出来的 嗯 呃 今天咱提前把水打好了 不用换水 不用换水 谁天天搁着换水一点都不正经 就 搁着 就是 一道画水才给大伙去演示上射手就搁在那边换水的老师肯定不太正经 换水这个东西啊 OK啊 咱们把 换水任务 咱们今天这个水特别干净啊 因为今天下午 在干文火 啊 我们可以如果把画画理解成干五活的话 那今天下午就在干文火啊 简单的说就是在摸鱼 所以这个水啊 干干净净的啊 他也不用换 就摸鱼人物啊 1-1 OK啊 这样我们你看这个纸贴多好啊 只因为呢 这个水它容易扩散出来啊 就是你有时候修的那个边啊 就有这样一个胶带贴着 你放心一点啊 你就可以肆无忌惮一些 肆无忌惮一些啊 OK 好 这时候我们开始给了一些水分啊 这个铅笔稿子呢 因为我画的 虽然说很粗啊 很粗犷啊 不像是 一个正常人类能够画出来的啊 因为自己看得懂 因为我其实在构图的时候啊 后面进来的同学 嗯 不要误导了 就是不要被我刚才这句玩笑话所误导了 因为我刚才其实跟大家伙讲了一下这个构图上的意思的啊 包括我们应该怎么去画 包括这个树 它其实只需要图一个底色啊 对后面的树来讲 前面说还是要稍微刻画一下的 所以你只需要有一个条 你看这个穿插的遮挡关系这种树 其实你只要把它搭着一个外形 你之后啊 背景干了之后随便你怎么穿啊 它只要是一个正常的就行 所以我这边会做的很狂野啊 对吧 你就没必要去照着它那个哎 这明明是这样子 你这根树怎么没有啊对吧没没关系啊 所以大伙不要 你为什么说有时候啊 就是哎我搁完遍稿之后还要去哎呀 把线再去弄的精细一点对吧 还要再仔仔细细一点 你看我今天就直接这样子还有两个圈啊对吧 这是干什么啊对吧 就是很多人不太理解啊 所以该这边跟大伙去说一下这个圈呢 实际上是光线的强弱啊对吧 这一层是最亮的 我们就不会动它 刷水的时候多来几遍啊 多来几遍啊 今天这张纸它挺好啊 因为换了一包新的纸啊 之前是有时候要用那个纸可能忘记了 遗留在外面 然后它用着用着就脱胶了 但是我仍然坚持把它画好画完了 对吧 今天这张纸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多刷几遍 因为这个水彩纸它其实有个特性啊 脱胶的纸呢就是有点变成了一个纸巾的这种感觉啊 你把这个笔水分一放上去直接被吸收完了啊 就没办法做到一个扩散 所以对于这种好一点的水彩纸 它其实不会把这个水分吸收的过快啊 大好懂我什么意思吗 就是它会在水上面去浮一会啊 它会在水上面去浮一会啊 浮一会来干嘛呢就是 那会慢慢的沉下去 它不会说一次性把这个水给喝透啊 然后缓慢的啊 让它的这个棉纤维啊 全部都吸收饱满啊 长时间保持一个比较湿润的状态 哎干脆全涂了吧 反正不影响 好OK啊 差不多啊 因为我们这个颜色会做的比较快啊 你看这个白色的地方 这个最亮的地方就不用动它啊 你看我还有个光打在这里啊 对吧 我把这个光圈调整一下 实际上这个东西很简单啊 你要想一想啊调色的话 我拿个调色盘吧 再多给它喝一点点啊 让它像一个泳池一样 对吧 画肥彩就是要学会 省时度势啊 找到合适的机会去摸摸鱼 放这吧 大伙也看得见颜色 OK啊 然后 多来几遍啊 加了很久的事啊 但是 还没开始上色 这个柠檬黄不用我讲啊 就是非常亮的颜色 对吧 但是你要去明白啊 它是有一个树的一些感受的 可以略微的加一点点绿啊 你看它就在这第二层 这层不用动它啊 你沿着它的边缘 你看 哎 哎 非常亮啊 你就给它画这种 你就给它画一个太阳都可以 对吧 就沿着它哎 对吧 让它留一个亮色 这是第一层 对吧 慢慢的 那么第二层的颜色 这个光线 它会稍微的淡一点点 淡一点点的啥 淡一点点这种 从这种蛋黄啊 稍微的加少量的橙色 你看从 你看从这个圈的这个位置开始 对吧 实际上它还可以更亮一点啊 还可以更亮一点 但是为了颜色好看啊 你看这个白白的天气不好看啊 其实你可以 让这个光线啊 好歹有点颜色 有点那种氛围感 就感觉说 你的眼睛自带一个P图效果 自带一个滤镜 是不是 啊总比那种单纯的白色光好看吧 啊 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中黄慢慢的再去加重啊 对吧 中黄的颜色 那我就要开始考虑在第三层以外的地方去做了啊 并且你要考虑到跟第二层这样一个过渡 先画光线啊 然后等这个水分慢慢的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干的时候再去做那个绿叶的色块 因为它绿叶色块不会是像这个一样 它是散的 这个是散的 散的用来干嘛 用来去做光线啊 用来去做光线 所以现在就等于是在一个摸鱼的一个功夫啊 慢慢的 你看这个地方也是也是一样的 同样要注意 你看这个地方贴近这个圈圈了 我们就不用管它啊 然后直接用柠檬黄啊 在旁边 浅一点啊 就是说有些同学用色他用的非常的狂放啊 他就围绕这个圈勾一圈没有必要啊 尽量去往外轮廓去扩散 只要让这个地方偏白就行了 甚至于之后这个树啊 到了这个白色的地方他就不见了啊 为什么因为阳光猛烈啊万物闲行 对吧这两个太阳啊 我们这个会儿就要去需要去呼叫后裔啊 那我们再去做这个绿叶层的时候 到靠近这个圆的时候 他可以更加去逼近一点 实际上第一层就是做一层光线啊 做一层光线 做一层浅浅的光线啊 你看往中间尽量靠一点啊 越往上方其实也会慢慢的越来越浅 再去加到一层中黄啊 整体的就在这个哎 几字形 但是不要去抠上去了 因为我讲过虽然说是两个光源 但是你要去想这两个地方是强光 你说最白的地方啊 不是真的两个太阳 所以去压这个重色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我是不敢往上走的 天空啊啊同志们天空啊天空 对吧然后慢慢的开始有一点点绿绿的颜色开始显现啊 比如说这个周围 但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画绿叶片的时候啊 所以你可以稍微的像我这样漫步精心啊 把漫步精心啊稍微的加一点这种绿色的颜色放进来 草绿啊黄色多一点点 绿色稍微少一点 如果没有草绿或者是黄绿颜色的同学们也可以按照我这个方式去做 对吧然后加一点点比较活跃气氛的颜色啊 啊这种略微的一个指挥 对吧 什么丁达尔效应不是这个时候做啊 不是这个时候做啊 不是 no 因为这会太湿了啊 就是你想玩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水分的干湿度啊 那种光线怎么时候做呢 要等到就是你画面当中将干未干的时候 要拿一个清水笔去把它洗出一个高管过来啊 比如说越靠近下方来会有些这种红红晕啊 就是橙色啊 橙色用上来 你看稍微的在某些色块的地方带一下对吧 看我一般不太敢去把它画的特别的很明显对吧 现在纸面上就进行到了一个 比之前要稍微干一点 但是还没有到去接那个绿色树叶的时候啊 还得再等那么一小会 啊 这边稍微的给它一点点沉啊 OK 这就缝隙里面啊 随便点一下 大致上沿着这两块是最亮的 这种感觉去给啊 并不是说哎 那我这地方 如果真的有树叶穿进来它 不能画吗 可以画啊 这个只是低层光源 光源色啊 大家懂吗 光源色啊 OK 这时候换一只稍微小一点点的笔啊 这么大的啊 换一只稍微小一点点的笔 我们开始去做一个绿叶啊 这个绿叶 首先要做啊 大伙仔细看一下是类似于像这个地方的看到没有 黄绿那层浅色啊 为什么这个时候等一会儿再做呢 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么强的一个扩散 不需要那么强的一个扩散啊 这个时候你直接把这个橙色混进来加绿 加柠檬黄啊 加少量的橙色 如果不加橙色的话 这个绿色加黄色太鲜艳了啊 不显然有点虚假 你看这个时候它就会有一层绿色的一个底子了啊 这地方就哎 轻轻的沾一下 因为这个是强光这个是弱光啊 对吧 还不够重啊 还可以让绿色再丰满一点 一般橙色里面会含有黄色啊 所以这个绿色加完橙色之后再去补柠檬黄 它会比你直接啊 绿色加柠檬黄 它会看起来要更能够体现出这种重度一些 你看现在它会扩散这么远啊 对吧 一般来说鼻面颜色要比画面颜色稍微的干一点啊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扩散这么大 应该是有点不太对的 赶紧把笔的干度啊 先在盘子里面刮一刮啊 让它没有那么的湿啊 对吧 就那么简单 这就是前面那一团啊 大致的一个底色 阴晕着啊 还有这一层要稍微浅一点 我们先不画啊 它是中间这层亮色的 让我们先画两边 中间这个颜色就直接用绿色啊 加柠檬黄对吧 但是也会含有一点多颜色 你可以零星的点一点啊 叛逆一些 那谁说全色亮色 它就得参与一点点啊 哪里都有它 对吧 你看少量的 那一会我们再去画一些重一点点的 对吧 你先把这两块绿色先搞定 越靠近底下的这个绿色啊 可以再重新调一下 绿色加少量的层啊 炒绿 OK 你看 它就会太重了 对吧 稍微的秤一下啊 秤前一点 OK 然后赶紧啊 赶紧赶紧 把这个地方的浅柠檬黄把它加上去 别漏了 这个地方它是有一点点蓝色的啊 在远处了 其实就是几个绿色相互的换啊 哎呀 绿色加黄啊 再加点橙色 因为橙色里面还有红色 红色是绿色的补色 它会让绿色变灰一点 对吧 不断的去换这些颜色 你看到底色 这个地方它的绿就会 你看偏暖的一个暗色 偏冷的一个暗色 对吧 那给一点变化嘛 不要那么呆板啊 不就行了吗 好 你看这边我们就稍微的 重一点点啊 它也会穿插一些小的 OK你看是不是简简单单啊 这上面的就是柠檬黄的一些颜色啊 它也会有些这种中间绿色这个层次啊 你看这些点是不是太多了啊 合并一下啊 不要让它看起来太过于碎啊 这个树盖过去的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树的颜色比它重很多 看见没有 是不是那种光感一下子就哎 哎有那么一点点啊 对吧 有那么一点点 对吧 如果你要做的细的话 你可以在上面稍微的哎 给它一个若有若无的啊 这种感觉 让它上下呼应一下啊 好最后面把柠檬黄补上啊 就是之前我们其实做的是光源的柠檬黄 现在做的是树的柠檬黄加绿啊 比较亮啊比较亮 你看加完水之后它会变得更湿润啊 这个时候有一个小操作 大会要记一下 用纸巾吸一下比肚子 确保你在画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以干干湿的状态去画的 因为这个时候只在一个将干未干的状态啊 如果你比较湿的话 这个颜色会被冲散啊 会形成一个水痕边啊 你们就会觉得完了啊 我的一丝一鸣毁鱼这一段啊 毁鱼这一段啊 毁鱼这一段我好不容易把这种光感整的像那么一点样子啊 就被这个控水给毁了 先讲一个浅的具体控水 其实还有很多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啊 但是不可能说我今天抓的控水给你们讲一节课啊 你们也得封我也得封 对吧 好 好这些地方其实你家不家已经无所谓啊 那我们第一层这个光源的这个东西就整出来了 是不是一下子它有一个底色对吧 但是现在只是树叶的底色 不是说哎老师树就这么画完了 没有啊 没有 不是这样子的啊 它其实只是光跟树的那一层的一个底色啊 ok 先让我们把画面吹干啊 开始去刻画后面的东西 听得懂吗 是不是贼简单 对吧 好 对 有点 对 对 对 好 好,然后调色盘里面的颜色咱留着不用丢 这边呢利用一个闲暇的时间 我要跟大伙去讲一个小知识点 今天我之前构图的时候讲了一个知识点 对吧,叫做你们可以按照形状的方向去做一个统筹 也可以按照什么呢 光源的方向去做一个统筹 那么表达的东西它占不一样 你用光源去表达的这种统筹它会更有光感 对吧,你用形状去表达的统筹它会更有形式感 更有构图的感觉 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二个知识点 就是大伙在画的时候,对吧 习惯一开始把底下铺一层水分 一开始画的还好,混色染色还是很好看 对吧,哎呀,这个水彩真好玩啊,真开心 然后纸面上的水分它在你在画的过程当中 它是逐渐的在变干的 有时候你要去调一个颜色 本来是这个绿 你自己觉得这个绿特调重了 哎呀,你加点水把它稀释了之后 哎呀,想要画上去 这个时候呢就会完全毁掉 为什么呢?给大伙做一个例子 大伙就懂了 比如说我这边放一个比较明显的颜色啊 看它大概是这样子的 对吧,然后一开始大伙的湿度 都觉得这种湿度已经很湿了 对吧,很方便染啊 对吧,很方便染色 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我给水分要反复的去给啊 其实并不是做摸鱼啊 不是在摸鱼 好,到这种程度之后 哎,你要去开始加一个重色 对吧,哎,我要开始给它加一个重色 放在这里调 你看发现啊 哎呀,好像调重了 哎,没关系啊 老实说加水可以去调浅啊 你加了很多水 对吧,哎 控制到比它稍微重一点点 对吧,哎,这个时候你去画上去 你就会发现 好像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干了之后它就会形成一个水痕斑 对吧,它有点像一个什么情况呢 它就有点像你好不容易在这种姜干味干状下 你给它一个小水滴 颜色会往周围推开 然后这个边就会形成一个特别深的颜色 懂吗 这就是石盖干的一个错误的方式 对吧 所以调浅加水在调浅盘上是可以的 对吧,但是记得 不仅要在这个边缘去把它刮干啊 并且你们要拿纸巾 比如说一个颜色啊 我调成这个样子比较浅 就是这种蓝紫色比较浅 随分很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随分很多 对吧 吸一下鼻肚子 不要吸鼻尖啊 因为吸鼻尖的话颜色它就被吸走了 你再去画的时候 它就是可以很老实的负责在上面 听得懂吗 是吧 这样又得了一个小知识点啊 干货满满啊 所以这也是你们保证第一步 这样子操作不会出现啊 东一块水痕西一块水痕 还就像是啊 像望着远处那种棉花田一样啊 重到轻的那种很舒战的一个扩散啊 我们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听懂没有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你很重要的一个理论依据啊 就是技法上的啊 对吧 加上我们刚开始构图 让这个看起来很复杂一些图形 变得贼简单啊 然后现在就是操作上让人变得贼简单 对吧 那你你只要是纸面是啊 微微干的 但是你又想加一个浅色对吧 你颜料一盒的那个颜色 比如加一个蓝色 我蓝色一放就那么重 哎呀怎么要把它调浅调到 比它重那么一点点 你肯定要加水的啊 怎么办啊 卡在这里了 刚才就教过大家了 如果你画面干透了 你想要还要化这种效果的话 你不防啊就是 因为自然干的话 你感觉上它是干的 实际上是没有干的 你不如拿吹风把它完完全全吹干 对吧 然后再去给一层保水 哎你又可以回到最开始那种大扩散 哎慢慢的越来越干 中扩散再到小扩散的一个过程 哎你再去寻找这个机会 你中途的这个时间哎 你休息一下啊 你喝喝水你喝喝茶啊 你摸摸鱼哎都是可以的 对吧 这就是 不这就是方式对吧 所以我们化水彩又延伸到另外一个话题啊 要买好一点的纸对吧 还可以给你更多的容错性啊 你那差一点时间 你刷第二遍水的时候 它就裂开了 对吧 那颜色全部被你弄散了啊 不相信不相信 我给你刷一遍看一下啊 你看我现在是清水啊 清水 你看这个颜色啊 丝毫不动 嗯 懂吗 所以化水彩没有大伙想那么的难啊 没有大伙想那么的难 听到懂吗 这个方式啊 直接给到大伙去告诉大家 这个背景是怎么做的啊 其实这个做的方法跟前面做的方法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 没什么太大区别啊 呃我在想 我在想先画 先画背景还是先把前面这个草地画了 先把背景画了 后面我就不用就画背景了 对吧 不然前面啊 它还得再这样拿一遍 找一只 顺手的笔啊 一般来说 水彩笔 总会有那么一两只用的特别顺手的 对吧 当然是弹性又好吸水 吸水能力又强的笔 对吧 一般来讲这种笔的笔号不会特别大啊 差不多这样子 对吧 你可以画一些静静的树枝树叶啊 它用起来非常方便啊 然后我讲的这个调色盘里面颜料呢 不洗手的原因是因为它之前有很多利色啊 我们能用 懂我意思吧 然后刚才被我玩的差不多了 没关系 那我们重新调一下 先从什么颜色调起来 先从最浅的类调起 这个周围 懂吗 这些是软 软的边啊 看起来它有点虚无啊 以及缥缈 那现在我们要一个 跟它差不多的颜色 但是它边缘会稍微硬一点 对吧 所以我们目前要稍微吹干了来画啊 一个软边跟硬边的一个区别 柠檬黄啊 加微微的一些绿啊 微微的一些绿 从这个地方开始啊 你不用管它组合啊 你就直接去给它这种叶片的感觉 它很虚 对比很弱啊 只是它边缘看起来清晰一点啊 是一个硬朗的一个边 先从浅色开始发起 这是一组对吧 你看上去好像没画一样 但是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之后重上慢慢起来的时候 它是OK的 比如说这边会有一两片啊 你可以稍微的加重一丢丢啊 一丢丢 让它看起来明显一点点啊 一组不要一颗一颗叶子画啊 比如说我要做这么大 那么它会有一些大中小 你看这么大 大一点的 两块稍微中号的 稍微带一块小号的这种小碎片 不要全部是那种小点啊 你画起来就像是那一种鳞片一样啊 不好看啊 还有就是排列不要太规律啊 不要太规律 你看这边就是单独的一组 这个方向是像这里的啊 有一点这种变化啊 对吧 越靠近这个白色的地方 它对比看起来会越弱啊 尽量往中间做啊 不仅浅而且少一点点 还要注意一下 规避一下树叶的这种面积 它的那个形状位置啊 不要你做了一大堆 哎呀我这个形状做的真 真低好看啊 但全部画在这个树里面了 对吧 你要想把它保留下来 你到时候画树的时候又得避开它啊 你就会 哎我真是一个傻子啊 我真是一个 对吧 哎呦我当时怎么没有注意这个事情 对吧 所以画的时候你看我现在在想什么 既然开始要做这种绿色的这种大片的啊 这种树啊树的感受 对吧 我就会避开它 对吧 慢慢的去避开它 好 差不多了 不要去做太多 特别是往中间靠了这个边 你还得把它洗的尽量软一点 让它有一个虚光的一个效果啊 虚光的一个效果 哎 虚进去啊 啊不见了 啊那种钉达尔光的话 其实就是刚刚在没吹之前可以稍微做一做 但是后面的元素已经很多了 没必要去做 再做就会显得有点碎了 漏了啊老容量有限啊 这个时候我们直接把之前调的这个绿色拿出来 这个看到没有 这个绿啊 来来干嘛呢 拿来去画一些这种稍微重严的地方啊 比如说先从这块开始做起 底下开始做起啊 我们先画一个小梯形啊 或者是小方块 不用太规矩啊 就方块画的即使很 很乱啊 也没有 没有太大事啊 因为我们现在组件的就是中号大小的一个色块啊 在底层 这是又是一层 你可以把原来那个底色理解成亮灰面啊 然后这是他的一层 然后这是缝隙里面一层 然后逐渐跟这些层级里面东西去加重啊 你看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啊 没有特别的难啊 当然他也会露出一点缝隙啊 露露出一些亮亮的那个缝隙 有些缝隙我们还得强化一下 就是边缘稍微加重一点去透出这个光的 亮的亮的这种感觉啊 我先做一个小局部啊 大伙可以看一下 因为剩下地方他都是这么去做的 当然这些亮灰部也会有一些这种浅灰颜色去穿插啊 不要就是分的真像奥利奥一样啊 这是黑的一层 这是白的一层 没必要啊 自然一点 但是黑白的位置 他大致上是组合在这些地方 就不用去想那么的麻烦啊 好 然后就是这个草虫的这里啊 对吧 哎 放松一点啊 放松啊 比如说这个草皮 那底下当然会有更重的 对吧 你就直接给啊 直接给 加一点点这种 啊 灰灰的一些颜色啊 这种草皮 它是落在地上的 它看起来会有这种降棕色 有时候不小心画这个树从里面了怎么办 没关系 反正树的颜色比较重 但是觉得颜色不够丰富啊 你可以用这种二次啊 就是刚刚画上去 它是一个稍微偏湿的颜色 你可以进行一个什么 哎 颜色的扩散以及熨染啊 对吧 这个就像是那种地上的小草一样 对吧 一层一层的点点的啊 新 零星点点 好 然后就是草皮上的这些啊 你可以搞快一点 画出这种 啊 这种春啊 这种 哭比的一个效果 对吧 哎 你看 底下的话那就是一个橙灰色啊 啊 橙灰色其实我们刚才有讲过 你直接可以把这个 这个石啊 加一点点这个青绿色 先做一层底啊 先做一层底 啊 沿着这个位置 之后它会有些更重的颜色啊 画的时候呢 不要这样 想方设法就把它图平了 它会跟上面的叶子会有些穿插啊 以及这种 碎碎的 但是 不是特别细小这种色块的这种 感觉啊 它就是感觉好像是 跟上面的东西是拼错在一起的 但是呢 看上去没有那么的 就是啊 我是为了图平整而去在这边 我这边 而去这边 你要去模拟那种石啊 石头或者小土或者这种 这种 碎裂的一个感觉 对吧 就是哎 稍微淡一下 而且这个对比啊 千万不能弱啊 不能 对比不能强啊 讲错了 我刚没破水 这全是干的 我刚只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现在铺第二遍水 我那个之前那个色块不会走 懂我意思吧 对吧 这就是第一层所有颜色 包括这个土坡啊 包括这个绿叶对吧 绿叶还有更重的颜色 对吧 我们来想一想啊 这个地方其实会浅一点啊 刚刚铺了层颜色之后 你会发现哎呀 这个颜色是有点湿度的 所以你可以开始略微的 给它一点蛋黄 让它透一点光 怎么透呢 点进去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远景 这种比较虚的一个做法 那么这个地方会比较重的 那就是第二层颜色啊 确保它完全干透 或者再去加 懂吗 你看这个树叶 差不多这边还有一组露出来 对吧 我们不用画太多了啊 因为 这个底色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层数啊 当当作一层 就是更远处的一些这种树林啊 对吧 那么这个能显现出这种边的啊 它就是 远处的啊 这种柔和的是更远处的 你看这个颜色放在这里啊 对吧 然后我们都给它穿一个树枝啊 像穿羊肉串一样 啊 贼轻松啊 贼轻松 你看这个远处我们不用管它啊 就让它 让它在这边 你看这个地方就直接稍微叠一个 稍重一点点的颜色啊 你看这是一层 这是底下这一层啊 哎 你看这笔触啊 笔触一定要是不要太雷同啊 就不要全部是这种向下的线 也不要全部是一坨一坨的 要去见缝插针啊 然后大小形状色块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看 这地方全部是一条一条的 我把这个地方合并成一块中等大小的 你看是不是可以 当然可以啊 就不然这样就会显然你 你这个人啊 啊 就像是有些人 看到一个非常牛的东西 他就只会说两个字啊 牛逼啊 对吧 就没有其他语言去形容 还有些人他就 迟早积累 他非常的丰富啊 对吧 他会说 unbelievable 对吧 对吧 就是很多这种 丰富的这种形状啊 或者是笔触 他会让你的 这种画面的视觉语言啊 看起来会更舒服啊 所以这也是 像这种类型啊 包括在我们的数学课里面 我们在我们的系统班 会含有这个数学课啊 就是大伙也不用担心 哎呀那老师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东西画好呢 啊 某某的问题啊 这个东西我们都为你考虑到了 啊 想要系统学好色彩的啊 水彩的都可以通过添加下方的一个微信 去了解到我们的一个课程 啊 稍微的给他一点零星点点的啊 这样一层就可以了 但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 他其实会有点局促啊 就是下面的重点上面浅一点 好像就是形成了这样一个梯形啊 所以有时候你得去 上面的为了节奏着想 你得从上面的这种零星点点的一些地方 去加一些这个去让他看起来哎 我不是你想的这样子 你看上面其实也有 只是少一点不多啊 懂我意思吧 就是自然界的东西嘛 他不一定排队的很规律啊 但是他又有那么一点点的规律 你看这个地方有时候贴那么一两片重眼子 他会显得这个光线反而会更强 就这样的啊 然后就是这个绿色啊 用橄榄绿会更好一点 橄榄绿啊 加一点点蓝 一点点蓝 天蓝啊 去画这些缝隙 缝隙 如果你觉得太冷的话 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橙色啊 这颜色如果太蓝了或者太冷了 你可以去加那么一点点橙色去填充他的缝隙 啊 包括这里啊 包括这个底下 记得你即使看上去 包括这个背景的这些缝隙看上去很重 但是求求大家千万不要画很重 为什么 就他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对比即可 为什么不能画很重 因为他在远处啊 不要把对比做成就是你眼睛可能暂时盯在这个地方去看的刻画 但是你不能把它画的就是你看的那个样子 因为你很容易会陷入到一个细节的一个怪圈 对吧 所以你要考虑从整幅画面考虑 他其实就是一个浅浅的啊 一个蓝灰绿 你看我这个颜色实际上跟他的颜色相比 他的颜色比我重很多 懂我意思吗 他没有那么的 他他没有那么的浅 甚至他比我画的要重很多啊 对吧 这些细小的一些缝隙 越到上方这些重的一些点可能会越来越少啊 越来越少 好剩下的就是穿插一些小的树枝啊 然后把这些看起来像饼干碎蟹一样的这种东西去把它做的尽量完整一些啊 你看这块我们就处理好了 就简单一点啊 既有光感啊 看起来又舒服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要有一点超前性的思想 大会听懂吗 因为前面的这个 薰衣草地 我们其实也是差不多类似的方法 所以你要去考虑到一个问题 我后面的东西不能把它画的太多 以及太碎 这样他会跟前面会拉不开一个关系的 大会听到明白什么意思吗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啊 学会助手啊 助手 不要再去动它了 这个时候我们稍微的把它的厚度以及这些地方的一些暗面啊 用这种干擦的方式啊 去把这种小土坡啊 这些点啊 稍微的 画重一点点啊 即可 不要去纠结啊 这个叶子块可以画的更好 我还可以画一些 更重的啊 更亮的把这种纯设计拉出来啊 没有必要啊 没有必要 就是没有必要啊 你看这块我们就差不多是按照这个方式去整弯了啊 你看到这里基本上就只有一些点线啊 这个颜色顺便也可以拿来干嘛 拿来去穿树枝 对吧 它会有一些这种树枝的穿法啊 尽量有些是向上的啊 这个太粗了啊 换你这稍微秀气一点的 秀气一点的 这种光感是不是 我们一开始用色块标记的光感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一下子就出来了对不对 还得再浅一点 因为有时候你面积化小了 即使你那个颜色啊 没有改变 它会看上去显重 所以我建议就是把这个黄 把这个颜色再加点淡黄或者是 啊 土黄色 那么你再去画这个浅色的时候 他他再去画这种细线的时候 他是明显 但是他不会显得 那种 就是太过于明显 懂我意思吗 他就是 灰灰的哎 但是 他又能去把这个线啊去对比出来 这个是我们需要的一个效果啊 好 然后回到我们这些小的这样一个数目 我们开始尝试做一下啊 重 哎 注意一下这个时候很重要啊 所以 光线穿插过了这个数 是你表现光感最重要的一些点 慢慢的哎不见了 可以突然消失的快一点啊 可以突然消失的快一点 然后再从下方 哎 灰 再去接回到原来那个颜色啊 对吧 就是哎 这光线太猛烈了 猛烈到我 睁不开双眼啊 包括那个树他都不见了 对比弱啊 你看盖住他 有没有那个意思 哇 这光线太烈了啊 我 我已经瞎了我的啊 狗眼了 对吧 你看他有时候会穿插到这个树的后面 但是依旧他会很弱 这一步很重要啊 你所以我们一开始做这个树枝的颜色 就不会有 现在画的颜色那么重 啊 这个画其实很简单 稍微会费时费力一点点啊 就有时候呢 我总喜欢这么折磨自己啊 好 到这里 对你看他这一边会稍微的虚一点点 OK 然后我们稍微把这个边洗一下 不要看起来像这种残肢破壁啊 哎 你看 揉一下 然后再继续正常的去接 穿进去啊 你看哎 从这边漏一点点 哎 穿进去 从这个地方出来啊 再给他一小截 看没有 是不是有那一种 哇 光 唰 透过来的感觉 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不是 是不是这种感觉啊 一下子就 哇 等会我们把下面那个重色 这个重的树一晃 那个地方会亮到你受不了啊 亮到你受不了 就没有几只能 能用的小笔了 换了算了 换这个吧 好 我们继续把这个树补齐一下啊 就用这个颜色啊 慢慢的再加一些什么 深褶啊 或者土黄啊 先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先从稍微远一点 远一点这个树开始 会稍微保险一点啊 保险一点 如果你从稍微近一点这个树开始呢 实际上会有点不太保险 就这个颜色啊 因为现在为什么可以 你看我条件它这么湿 为什么可以直接化 因为它已经干透了 它等于是一张干净的植物 心脂 懂吗 那我想用什么水分都可以 对吧 你画的湿一点 你走线会更流畅一些 你画的干一点啊 你会觉得就是它会有一些这种 非白的一个效果 当然可以啊 歪脖子树 歪脖子树 你看这个时候我画的比较湿对吧 我进处还可以给它一点稍操作啊 给它染一点 对吧 染一点这种 哎 中了 过分了啊 把染一点这个 慢慢变中了一个颜色 哎 靠近亮光的地方它会慢慢的变浅 搓一下搓一下 这地方可能干的太快了啊 对吧 对吧 它会慢慢的变浅 稍微改动一下它的外形啊 刚可能跳那头颜色太太狠了 然后树的边缘大伙记得一定要把它画的撑头啊就是清晰一点不要微微缩缩的 对吧 对吧 你看这地方稍微的哎 点了一点点啊 对吧 让它有这种树的一个激励 但是 逆光的或者讲背光的树 你是看不太清楚它的这种文理性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画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很大啊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种理性的一些添加 就是你感觉它会有点这么粗糙啊 我是自然赋予它的 OK啊 然后越往前加到水啊 越来越浅 你看浅啊 OK 然后慢慢的靠到中间不见了啊 从这个位置开始浅啊 赶紧化啊 穿进去到后面啊 到后面变粗一点点 好趁着这个时候啊 好这里把它过度做一下 对吧 它会慢慢的 有一个柔软的过度边啊 对吧 慢慢的再去转转到正常啊 中间会穿插一些这种小的枝叶啊 枝干啊 这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就我们把后面差不多补完了之后啊 前面做起来 其实也不会特别的麻烦啊 啊是不是有那么一点感受啊 这个笔也不好用 就没那么几只好用的笔 我们用这个笔了 找一只啊 找一只正常一点的笔 找的正常一点 开支新笔吧 OK啊 OKOK可以可以可以 这笔不错啊 毕竟新笔它比较巨峰啊 好 像我们画起来 哎呀 真好流畅啊 穿插啊 越来越细小 有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啊 你这回在干嘛啊 就是稍微的添加一些这种 枝干啊 或者是条状的这种东西就可以 再远紧 对吧 比如说这地方还有一个藏着的 稍微重一点点的藏在这个树林里面的 对吧 反正树很多啊 树很多 注意穿插关系就行了 补一补啊 不见了 对吧 然后从这地方穿出来一个 最麻烦的就是光源周围啊 你要把它画清楚 要去体现光感 对吧 有时候你盖多了 反正那个光感它就不见了 好差不多啊 差不多这地方不整啊 然后就是这一株 这一株其实它在前面一点 它其实会看起来会比较重啊 所以我们可以一开始把这个水分给多一点点啊 方便染色啊 你可以先做一层底色 对吧 先做一层底色 用这个土黄加一点橘红啊 再加少量的橙色 紫色也是少量的啊 做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种褐色 为什么不直接去拿褐色去调呢 那颜色做起来变化可能会少一点点啊 尽量让它一开始 湿一点点啊 湿一点点 这地方画出去 我们就接一根树枝吧 它就慢慢的来啊慢慢的来 注意它的粗细笔啊 越到下面感觉应该是越来越粗壮的啊 粗壮 稍微的可以往下面延伸做一点点 那有时候问有些东西会问 那我下面这个开始给水分去铺着像上面一样的时候 这个颜色会不会被洗走呢 不会啊 所以我们画下面的时候 等到上面颜色完全干透了再去处理 那还会有些这种点缀的一些小细线啊 细吧 稍微的 对吧 稍微的勾勒一下 不要让它看起来特别的毛刺 屏住你的呼吸啊 点一些这种浅浅的紫色啊 让它看上去颜色丰富一点 特别是在跟这个后面的东西对比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你不用动它 我们把头稍微的点缀一下 那么中间颜色就看起来会什么 比较通透 它会有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是我们要把它画湿一点原因啊 这边缘线看起来有点凸浅 就直接去点了一个树 看起来凹凸啊 表面上比较粗糙的这种细细细小点 对吧 你去点一下 中间颜色大家看是不是透的 底下颜色你看是不是重的啊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就像前面的书你是直接画下来 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稍微画湿一点啊 画湿一点原因是为了去做出这种颜色上的渐变 对吧 更高级对吧 它会有一个通透性 就看上去不是那么的呆啊 不是那么的呆板 好剩下的这边呢都是一些远景的书啊 那画起来贼简单 就把这个颜色加点土黄啊 调简一点 放旁边啊 加点绿啊 加点土黄啊 多搞一点水分啊 啊 然后你一下 你一下这个皮里面的水分直接画上去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也会含有些这种深绿色的叶子 对吧 然后你可以不不画完全啊 让树叶会有点穿插 正常的话 我们是先画叶子再画这个树枝对吧 但是我们既然是采取了这种画法的话 你可以给树叶预留一个空间啊 预留一个空间 做那么几根就可以了啊 有那么点意思啊 个别的一些圆景的这个树稍微的重一些 哎 弯过来啊 偏不往那上面去接 然后这个边缘啊 一定要去整合一下 好 差不多啊 就是反正我们会被树叶所遮挡的 有时候有些地方可以留一点这种缝隙啊 就是漏一点光 好 剩下的这边 我们以及中间我们直接开始补叶子 因为叶子补完 这个东西你们就会了啊 对吧 所以直接 按照这个方式去做一个操作啊 就行了啊 没有那么难 对吧 这个就是等于这个复制粘贴啊 贴过来啊 这个东西就完事了 对吧 就直接贴上去 对吧 贴上去就完事了啊 特别简单啊 我们把这颜色擦掉 哎 反正 也不会直接浪费 呃 一样是 墨 这种橄榄绿啊 橄榄绿啊 橄榄绿 这个话我跟大伙说啊 画出来绝对效果刚刚的 对吧 我们现在纸胶啊 你看 现在直播场数变少了啊 不仅是因为工作越来越忙了 对吧 然后 但是直播少了质量啊 它就得上去 所以现在 给大伙选了这种素材啊 画画完之后都是一个很惊艳的效果 啊 画完之后应该都是一个很惊艳的一个效果 啊 水分稍多一点啊 没关系 用手稍微压一下啊 填一下缝隙啊 让它规整一点点 好啊 在底部 因为水彩的作画过程是先铺亮色再铺重色 当然你可以最后拿白色加黄色去点一些这种负责的上面的一些 小亮点啊 那可以 没问题啊 没问题 最后的步骤啊 可以随便你怎么去烧操作啊 你给他一些金色的花瓣啊啊 银色的这种树干啊都行啊 那个毕竟是少量 它就有点像一个气氛组啊 对吧 那种 气氛啊 给到一些气氛 比如现在我画的重色 或者是 去填充一些缝隙 其实也是在做这个事情啊 继续回到这个前略啊 加一点黄黄 这边的颜色我们先从这外层做起 所以你可以肆无忌惮一点 这如果你要画多一点层次的话 尽量把它留钱啊 就是我们尽量 对吧 因为树已经画下来了啊 所以你就直接开始往这边去填 越到上方的可能看起来会越来越浅啊 这里也是一样的啊 直接盖住吧 反正颜色都透明的 谁盖住谁还看不看 就是还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一些问题啊 没关系 就绿色的透明度其实还算比较高的啊 没必要去预留 所以我讲鲜化这个树会更好一点点 把直接盖吧 直接盖吧 麻烦死了 盖住了 其实那个叶子也在啊 那个树枝它其实也是在的 先浅色啊 记得啊 不要有时候一开始画重色 好像这颜色很合适 但是它实际上得按照顺序来 越往上这个颜色 它的越接近这个黄绿啊 所以这个颜色都可以作为上面这一层颜色的暗部了 懂我意思吧 所以为什么说我先把它铺在下面 因为对下面来讲 它还会有更重的一层颜色啊 所以有时候上色的顺序 你理清楚的时候 它会变得很简单 穿插起来的光源不用管它啊 这里可以稍微的再给他们一小层啊 暗部让它看起来更丰富一些 这里这里啊 这里稍微的更衣一些两条 这远景的一些东西 它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好 然后偷懒省事啊 就不仅仅有这两个光源 它还会有一些这种洞啊 什么叫洞呢 就比如说这地方漏了一个空间 它没长叶子也没长树干啊 对吧 这越来越浅的一些颜色 这时候你就可以少画很多内容 就像是这个缝隙一样 对吧 那我们就只在这个地方开始留一些叶子啊 然后是上层的 上层的贴到这里一些啊 就很多同学画东西 它会有一种 想当然或者很自然的一种感觉啊 会觉得先画树枝 再画树叶会简单一点啊 其实并不然 你先画树叶 然后再去穿插树枝 它其实你就不用去考虑到 我要去树叶 避着这个树枝去画了 懂吗 因为你留一点再从树枝穿下来 它其实会更看起来更简单一些 对吧 就是不会那么的麻烦啊 你看差不多就这么多够了 这就是缝隙对吧 当我们补一些重色的时候 你看啊 现在是还没干 你看我补进去它会扩散啊 但是 如果你想做一些柔软的边啊 也行 对吧 包括像这里一样 对吧 好这里我就稍微的在中间压一点点重色 那么你看这两处稍微亮一点地方 是不是就被留下来了 对吧 就是去做一些细小光感的 一种方式啊 对吧 就是光是什么 光实际上就是 靠对比出来的啊 比如说你的纸是一个黄色的纸 那么你最亮的颜色 也就是你纸的那个颜色 对吧 所以那就等于在那个地方不画啊 比如说像画 不透明的水彩或者是油画那种 或者是闽细那种方式 你的你的最亮的地方是什么 那就是你颜料里面的白色啊 他已经达到一个极限了啊 除非你有一些特殊的手段 让你的颜料发光啊 对吧 那另当别论 稍微的去让自己的这种 笔触啊 看起来更加的自然啊 不要像狗啃一样 那种缝隙啊 稍微的整理一下 就很简单啊 但是比较耗湿 你看全部是碎的之后 我就会发现 不好看啊 我就会开始把有些色块啊 把它组合成 稍大一点的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格局 对吧 因为有时候 分久必合 对吧 合久必分啊 你看全部是这种细小的色块 看起来就是很累啊 对吧 所以你有时候会把这种碎的 你看这个地方就组成一组 这个地方组成一个小组 然后再去找到一些更细小的旁边 做一些点缀 你看这就是一些分分合合的方式 对吧 但是它的主旋律啊 你看这就是主旋律 对吧 它还是完整的以及整合的 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 我得加快步伐了 不然今天这个东西也会有点整不完啊 这个地方重新的一块色块啊 我们可以换个颜色 让这个地方看起来非常的亮啊 直接用到一个天蓝 加一点点孤蓝啊 对吧 也不知道是啥 反正有那么一个东西啊 因为圆图它是一个偏 刺激的一个颜色 那我这个地方看起来是不是一下子就被对比的亮起来了 对吧 那么树的做法也应该相应啊 来我这个地方我就给他一些重视啊 就给他一些重视 对吧 无所谓啊 就是你看他这个地方 他就会能对比出一些暖的啊 有色的一个晨光 碎片太多啊 整理一下 穿几片叶子过去啊 到时候折磨一下自己 穿几片叶子过去 在这个树里面啊 到时候折磨一下自己啊 然后就是最重的颜色啊 蓝绿色啊 加一点点橙色 比较浓的一个绿啊 比较浓烈的一个绿啊 比较浓烈的一个绿 在这缝隙里面填一下啊 这就叫什么 剑缝插针啊 剑缝插针 哎 这个笔怎么 分叉了啊 不行 再换一次 哎 我有一支特别细的笔 但是我找不着呢 就这个 这花红的笔 它其实也不太聚合 算了将就 将就 重色啊 重绿色 哎 我们顺便就把之前盖住的这个树干 你看重新的再调整一下啊 柔柔的 之前它画的比较浅啊 但我们现在又有机会去调整了 所以有时候你像这种零星点点之间露出的这种光亮啊 它其实是可取的 哎 对不对 这你就让它露啊 这里 你看我们要去加强这种光亮的话 你看就会开始啊 中号的小圈啊 你看导的一个小圈啊 旁边配一个更小的 配一些小点 东西是吧 你看这种小的笔触我都告诉你怎么画了啊 你看这里稍微少一点点重色 我在这里 哎 让它和谐一点啊 给它一个小的 对吧 这就是一些 布局 你看没有 重色的布局 这个地方更少 对吧 这个地方稍微多一点点 你看这里这里 哎 不平均的一块啊 这里少一点一块 中间给那么一小坨 懂意思吗 这就是 其实这个跟构图也有关系啊 就大伙不要觉得哎呀 那我有时候画的就会沉迷于画面 哎 画的画的从这个点哗哗哗哗 画满了啊 哎呦 就是 大伙要注意啊 就是我其实可以告诉大家怎么去解决这种问题 不是技法层面的 而是心态层面 像我啊 画的时候其实 会容易分心啊 但是一旦分心的时候 不像大伙那么细心啊 像我这种比较容易分心的 啊 我就 画一点我就停下来哎 我就整体的去看一下效果 对吧 是不是就容易发现我哪些地方需要去补 对吧 哪些地方是需要去调整的 懂我意思吧 这样你就会及时对画面 哎 我画完这些地方 他具体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整体看来哎 我是一个比较清晰比较明确的状态 懂了吗 是不是这样子 你看这一团呢 树的一团 那两个一点差不多啊 像个棒车一样 那我就把它画胖一点嘛 底下这个 对吧 把两个特征画的不一样一点嘛 对吧 好这边我再组一棵一个小的嘛 就像摆放进屋一样 或者摆放水果一样 对吧 家里来客人了啊 我摆一个果盘 啊 不会有人把每一个苹果 他端端端端的摆成一排去献上去的吧 那样 那样也太奇怪了 对吧 就是 哎这边是苹果这边是小橘子这边是香蕉那边是一串葡萄 但因为他形态各异颜色各异对吧 看起来就会很客气 对吧 啊 别人在你家里面做客 你拿一个方形的盘子啊 把每个苹果的朝向标签都贴成一样 人家会觉得你是不是今天有什么毛病啊 吃错了药 对吧 那画画其实也是这样的 生动性啊 同志们 生动性啊 当然我知道啊 生活当中也不缺乏这样的一些朋友啊 好 然后稍微的在这个试图里面去点缀一些瑞士啊 看起来 有一种微微的啊 透光性 对吧 好 这地方我们就直接偷一个大篮啊 这上面不长树了 它就是 差不多到这里啊 就是柠檬黄葡萄啊 柠檬黄 浅一点 去做这个地方的东西 就是很微弱啊 你就是还原它一个硬边 但是它颜色对比很微弱 遇到上方看不见了啊 对吧 就是慢慢的去还原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之前讲过它有一个主次 不然这两个太阳会看起来有点太类似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稍微的把这个颜色 露出一点点这个亮色 就是 先给它一个大的一个底色啊 给它一个大的这个底色 然后再往这边去铺 对吧 再往这边去铺 就不会看上去那么的麻烦 对吧 我说一下啊 就是咱们这个后面进来的同学不用慌啊 就是今天目前这个状态是直播啊 所以这东西画完之后啊 呃 会有一个重新就是循环播放的一个过程啊 如果大伙想把这张画去画清楚画好的话啊 都可以在后面的一个时间段啊 就是我今天直播完啊 大伙可以拿自己的工具材料啊 去把东西画清楚 对吧 亮亮的啊 这层颜色好像有点太圆了 少点这种尖锐感啊 感觉 有点不硬气啊 我们就加一点这种小三角啊 所以他从形状上的一些分布也需要一些讲究啊 那我们在里面去补的时候 他也可以有一些小三角啊 好 差不多第二层啊 大一点点啊 稍微狂放一点 这个时候我就不跟你们讲虚的了啊 我直接开开整了 对吧 底下啊 然后调一个稍微重一点绿 怎么有个小飞虫进到我颜料盘里面 下面的绿啊 稍微重点绿 他会慢慢的往冷色方向转一点啊 往冷色方向转一点点 注意啊 比如有时候颜色扑上去他会散开啊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状态 所以大伙到这一步的时候稍微等一下啊 等一下不要那么急啊 就哎呀 我知道怎么画了 我要赶紧把这个东西啊 整上来 所以到这一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需要 需要摸鱼的一个时间 大伙懂吗 就是你可以稍微等一等啊 对吧 等到他 对吧 完全干透啊 对吧 也可以啊 用吹风 对吧 如果没有吹风同学可以用嘴巴 对吧 一样可以吹干 应该比较浅 OK 它其实就这样一个关系啊 看上去好像有点难度 但实际上它一点都不难啊 吹干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 把我们这个颜色啊 直接可以开始枕上去啊 直接可以开始枕上去 稍微的用一点点橄榄绿啊 这种 不要让它看起来太鲜艳了啊 微微的啊 但是保持住那个颜色 嗯 不要做小的碎块 这个时候要做中耗的 从这个底部开始压起 比如说这里啊 啊 这一条 我们这个时候给它一点这种尖锐的形状 因为大大部分地方都是圆的 对吧 圆圆的像汤圆一样像葡萄一样 不对劲啊 就是感觉这个东西不像树叶 它像海葡萄 对吧 但全部是方的 你会感觉 这个叶子好 好不舒服 对吧 像松树一样 对吧 所以我们讲的 你们可能会听到一句话叫做零方物圆 对吧 但是实际上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面 方的会比圆的看起来会更硬朗 更有体积感 但是最好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方圆结合 对吧 对吧 大的圆的小的方的长的短的啊 点线的都有 对吧 它就是像一股交响乐一样啊 就显得啊嘛 高级对吧 明明就是一个 这种很相图气息的画面啊 都会变野 一下子啊 感觉拿起了红酒杯啊 就是这种感受 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啊 然后最后把这个缝隙稍微添一下 你看这地方做一个条状 可以吗 当然可以 那有时候莫名其妙 也会延伸出这种小的色块 对吧 就是你看点线色块圆的方的 他就一下子让这个语言啊 看上去 丰富了啊 上流啊 你看一下子 这有有管弦乐主对吧 也有提琴主 中音部高音部对吧 一下子丰富了 层次也丰富了 对吧 你光一有一个这种啊 一片就很多人画树叶啊 我学一下 就是啊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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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相信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把这个点点满了 这个树叶就显得很细致了 对吧 这跟你喊麦有什么区别呢 他没有节奏 对吧 同一变化 对吧 就是 一直冬下去 对吧 没有丝毫变化 所以大伙去想一想自己平时画这种色块 是不是 都是同样一种方式啊 哪怕是有一点变化也变化不大 对吧 你看 哎 我往这边方向也可以做一些改变 对吧 哎 对吧 哎 有时候 多了 好像感觉雷同了一连起来 对吧 就减少一些这种变化 好 这地方太过于方应了之后 你看 我又会 把这个地方并起来 对吧 再去加到一些细项 这不就轻松了吗 啊 这不就 自然了吗 对不对 变化嘛 啊 对不对 好 远处的 你看看这地方 你干脆不想怎么去做 就直接按照大家那种方式啊 零星点点的去铺一些 睡叶 清雷 可以啊 总是想演唱一些 对吧 好 最后就是穿插树枝啊 这地方我们把 哎呀 太多了 不 我省事啊 偷懒啊 偷懒 直接偷懒 很亮啊 很亮就让它亮啊 然后这里面 补一些树枝啊 空的地方 我们把这个地方稍微做重一点点 这个地方稍微补重一点 两层重 哎 我们后面数据就画完了 这背景就等于说搞完了 对不对 就不用再管它了啊 不想再碰它了啊 虽然说前面还有一个更复杂的东西啊 但是 我告诉你 它复杂是复杂 但是画起来不用动什么脑子 你只需要向我画一会儿停一会儿 画一会儿摸一会儿鱼啊 很容易 啊 真的很容易啊 不是欺骗你们啊 是真的 你们只要是自己施一下的 真的 都已经有很多同学在上期啊 偷偷啊 不叫偷偷 那怎么能叫偷偷 就是 发 私信给我 说 把那个作业画好了给我看 我翻项我其实都挺好的 对不对 没有什么 难的啊 啊 补一些这种 缝隙里面的 一般从底部开始补起啊 因为上面的这种层次会少一点 因为它越到亮处 它有一种曝光的这种虚无的一个感觉 所以它这种绿 第一颜色上要接近 第二 也会少很多 包括你放的一些位置啊 包括它的一些形状 但是一般来说像这种类型的东西不会特别复杂 啊不会特别复杂 好剩下就是这里啊 其他地方不用动了 不用动了 最多最多 你到铺这个地面的颜色的时候 你可以让这个地方扭一块小绿色 让它浮在这上面 最后面这样一根树枝把它穿到前面啊 也可以 对吧 就是我们讲遮挡在树前这几颗 竹竿前面的树枝 懂了吗 就你清楚是谁盖着谁 对吧 前后关系 包括颜色 先上前后上重的 谁在前面画啊 你只要把这个概念去清楚了 其实画水彩啊 就跟喝汤一样啊 就跟喝汤一样 就很多人不懂 哎那我怎么知道什么颜色先画 什么颜色后画呢 啊 这就牵扯到一个色层的问题 对吧 那哪些颜色可以作为同级别啊 就是我这个时候画先画它后画它其实都可以 对吧 或者先把它留着做肉面处理啊 也可以 但我们今天直播的主要任务啊 其实还是在 带领着大家画到一张 相对比较完整的一个画面啊 对不对 大伙能 装装逼对吧 画好了 哇 我第一次啊 画水彩啊 都能画的这么的牛逼啊 我就是小天才 对吧 为了让大家啊 迅速的去装逼 对吧 我觉得这个说辞其实很 很真实啊 为什么讲很真实 你要讲谁喜欢画画是因为天生喜欢 是因为他的哎呀真好看 我也 不是啊 我小时候喜欢画就是哎呀真屌 我又可以要我学会了这样一个东西 我就可以装一波啊 就是就是这样子的对吧 你们平时发圈 不就是你看我的生活很丰富对吧 很文艺啊 画画画对吧 装一波 不就这样子对吧 这一张啊 你们直接照着我的方式 同样啊 可以装的飞起 直接起飞啊 直接起飞 直接起飞啊 你就是当代啊 当代龚崎骏啊 把这颜色有点像啊对吧 所以我为什么会觉得 其实也是因为这个颜色好画啊好模仿 因为有时候画一些特别学院派特别灰的一些画呢 我大脑容易短路啊就有时候我在很专心的去处理画面 所以以前讲的课没那么得吧得吧得吧的 但这个东西其实它比较简单 所以我可以边画边跟你们瞎聊 对吧 大会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一起来互动啊 因为这个不用过脑子 对吧 都是在我的DNA里面的啊 知道怎么去处理 对吧 这种 对吧 之前画的那些比较写实比较灰调子的 比较那啥 就是我分不了心啊 就有时候很多时间都在处理画面啊 然后 然后 然后就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说啥 对吧 要么就是光顾的在跟你们说啥了 然后画的时候呢 不出意外 总得出点意外的那种啊 就也容易翻车 对吧 就是很难去让自己进入到一种 放松的啊状态啊 嗯 放松的状态啊 放松的状态 放松的状态啊 但是自从啊 画了那一只烤鸡 就是 就是 可能你们之前看过那个卤博 之后就慢慢的 放飞自我了 就觉得哎呀 交那么 难啊 其实 费那么多心思啊 交那么多 画出来 还是 画不好 对吧 就是很多东西觉得难 对吧 那我们就整一些 既简单 哎 又容易出效果的 对吧 你开心 我开心 大家哎呀 都开心 不是说这个东西含金量少 对吧 他只是 他只是 其实他只是麻烦啊 对吧 就是 很多东西啊 画起来麻烦 但是 你真的不用去考虑到什么控水啊 或者是 呃 细节啊 或者是这种类型的东西 大伙懂我意思吧 就是 因为他的难度都被 你的耐心啊 或者是细心去填充了 但是这个呢 又不 不是特别的难啊 你只要稍微花点精力啊 你看多做几条 哎 揉一下这个过度 对吧 哎 远处的颜色稍微变浅一点 对吧 注意这个线的一些方式 穿插关系 哪地方需要补一些重色 你自己其实都能 像我一样感受的到 对不对 刚唱了段rap 你们还给我记述这个了 是吧 啊 演唱任务是吧 旅律的树林啊 开启一个朗诵任务 好像 最近可能新冠的后遗好一点了 好很多了啊 不再咳嗽了 不然应该还有个咳嗽任务的 嗓子逐渐好起来了啊 好慢慢的啊 把这个重色开始抬一下 我们把主要的一些刻画放在这一段 这一段稍微的用重色去替代它一个对比 啊 这10啊 拉起来稍微的加一点一点颜色 包括轻绿也好 我的蓝绿也好都行啊 好 来开始 它有一些树枝啊 它会 哎 它会显得很圆润的上去 不要光是有这种直的 很 硬气的 它也会有些柔美的 懂我意思吧 如果全部是柔美的话也不好啊 所以大伙慢慢的去做一下这种 东西啊 这个树要在前了啊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盖完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后面的 颜色可以变虚的一个理由 就搞清楚前后关系啊 你这个东西都落在这个地平线前了 你还穿插到后面这个树林里面就有点不太对劲了啊 这就是我们刚才在 构图布局的时候啊 留了一手哎 让自己偷个大懒 对吧 不然这地方好多好多东西对吧 我们就直接把它拉成两层哎 远的近的哎 你看是不是 啊 直接 简单起来了 嗨哈哈 对吧 就直接 偷大懒啊 为了它顺滑 哇有时候我们走线的时候得哎 把这个比例起来一点点啊 忘了 其实会有一些这种小的技巧 走完啊 哎 手要稳啊 OK 你看它后面这个页怎么画不画 其实 无所谓 懂吗 稍微留宽一点点 对吧 它有一个底色在那边润着 对吧 韵着 啊 扩散着 哎 稍微再加分一点 趁着湿润 我们可以给它搞一点稍稍作啊 第一遍啊 稍微湿一点 哎绕到后面去啊 绕到后面去 加一点啊 阳光的感觉 是不是阳光啊 阳光 光啊 不够明显 不够明显 对吧 我们再让它光光光光的狠一点啊 哎 真好 对吧 好啊 最后前面这一株啊 稍微深一点的啊 其实可以不画啊 为什么 因为它很重 因为很重 因为很重的话 你要调一个很浓的颜色 到时候去给前面颜色的时候 你看这个树 它就会把颜色去洗走啊 所以我们可以先留它一条狗命 会留它一条狗命 好 然后这个时候稍微的看一下画面啊 就是说我们讲了一个摸鱼时间啊 没有画面已经解决了三分之一了 但是越往前面它解决的其实会越快啊 这三分之一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背景穿插了一些树 还有这一根 这根我们要等下面颜色画完之后再去补 因为它会跟挡在树的 就是前面这个绿叶 它会挡在这个树的前面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会看到这个地方会有点 邋遢 这个地方其实还有点 哎 精美精细 对吧 你看这些小 所以它是缺乏了一些小一点的元素 让它看起来有点 就是五大三粗的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补一些中间的 或者是偏重的一些灰律啊 用于补一些缝隙啊 所以这一步 其实你要去明白本质的一些问题 就有种学觉得哎 画得不好 都是哪里不好 哎呀我崩了 我我状态崩了 哎呀我没了哎呀 我也不知道哎 为什么别人会这样子 我呢 开始自我比较 找到原因 对吧 因为人生的常态 它就是一个失败的过程 对吧 但是你能发现问题啊 你就已经超越了啊 击败了全国百分之至少90以上的用户 懂我意思吧 比如说现在我就能看出来 对吧 它是缺乏一些小的 才让它看出小的这种点啊 点或者是线 让它看起来显得一点不够精致 明白意思吧 所以现在我在做的事情 不是说哎 老师怎么又在画这里呀 去补充一下这种 非常小的这种碎点 对吧 而且不能多啊 不能多 就有时候你要仔细去看一下 比如说这里给完之后 这里它其实可以让它 对吧 成为一个密闭的啊 稍微重一点的一个空间 跟这些地方去联系起来 不要到处都是啊 就有时候你画多了这种小碎点 你又得把它回到中间的这种颜色色号啊 调整啊 这叫一个调整过程 比如说这个底部啊 越往上啊 它的颜色就是没有那么的重了 会稍微的浅一点点 自学当然可以学会啊 比如说 最近收到一个私信啊 这个私信就是 有一个同学跟着视频去把最近那个视频啊 讲高官那个视频啊 就画的非常的写实的一个草莓 对不对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一般做视频的话 因时长的一些问题 没办法做的过细啊 没办法做的过细 好 这里面我们稍微去填充一下这个缝隙啊 就有时候让这个高官看起来更亮一些吧 调皮一点 给它一些小圆点啊 过了的地方 咱们就稍微的用手压一样啊 把颜色调整回来 好 差不多啊 差不多 然后像这些小的树枝啊 要画 不然它这些浅色的地方会显得太过于空了 对吧 你就给它一点这种 啊 这种现状的一些感受 啊 比如说这里啊 树枝的穿进去的而不见了对吧 而弯一点的 这个地方也有个空间啊 往这边长一点的啊 就是主刺的一些关系 那样的地方不用动它 不用动它 对吧 哎 那这个地方我们再看一遍的话 它就会比起来好很多对吧 哎 跟至少看起来细腻了一点 没有那么的粗犷了对吧 因为它确实也需要一个 去把它去填重或者是让 明暗对比会需要一个更强烈的一个感受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其实本源上还是在解决这种问题 OK啊 差不多啊 我们开始整理下面啊 画面吹干啊 以免到时候有些颜色串走啊 小点 有些稍微大点 有稍微小点 让这地方参差一下 越来越少 好 接下来啊 开始走前面啊 有些树是被这个东西所遮挡的 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去画 比如说用这种种色从这里面穿进去 穿过后面这种浅色的树丛 对吧 再穿过这个叶子 它挡在最前面 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会 目前会稍微有一点点杂乱 但是没有关系啊 重色一压啊 下文力码就出来了 画面吹干 因为本线没有到水 所以直接可以开始给前面啊 来我们继续会讲的 你看我们之前写的黄绿啊 黄绿草绿紫啊 多一个颜色 多一个颜色 跟后面没什么太大区别啊 发现没有 你们绘画后面 其实也就会画前面了 对吧 绘画后面 其实也会画前面 系统般咱们会通过啊 就是比较细的一个模式 包括啊 我老师我造型画不好啊 老师 我 名啊 或者是调色 我都不懂啊 包括 我连行都起不好 我画什么色彩啊 这些其实我们都会在系统版里面去讲 包括带着你如何去把造型做清楚 包括你的造型不仅行清楚 而且生动啊 我们在早期的课程其实都会有讲到 所以完全不用去担心 哎呀我这地方做不好怎么办啊 我确实是想画色彩 但是 我这样直接去进会不会画的很难看啊 这些其实这些你所担任的问题 其实我们都已经替你去考虑到了 所以大伙就 就如果想要快速的去学好啊 有关于随着方面的一些知识啊 都可以通过添加我们下方的一个微信 去了解到咱们的一个课程啊 OK 下面的颜色咱们把它铺完啊 一样的没什么太大区别啊 好给一点湿度啊 多来几遍啊 多来几遍啊 让它润一润啊 润一润 注意啊 鲜化颜色还是浅色很亮的那个颜色 就留白的那个颜色啊 非常亮的 所以现在这个铅笔印子大家伙是还看得见的啊 千万千万不要 搞中了 其实最正确的画法我跟大伙说 这些树除了背景的这种浅色的地方可以画 其他是都不能动的 因为重色 比如说这个颜色拎得了你的 但是这地方的颜色 紫色也好或者绿色也好 它会逐渐的加重 它其实会到时候会有点分不开 当然我们最后面可以用一些干画法去让这个地方分开 对吧 多去给它一些这种啊 激励啊 或者是 啊 或者是上面的一些这种纹路啊 也可以对吧 但是做起来会多啊 会麻烦 会显得有点多余 所以我今天 就是但是大家去整体去布这个亮度的时候 有这么大的面积会就是 会很容易翻车啊 一般来说水彩画的面积越大 它难度会乘着指数去上升 因为实际上画这个水彩过程实际上也是在跟时间赛跑的一个过程 你要控制你的水分的干的一个速度 对吧 比如说我的能力调色啊 包括思考这些设程的方式 我只能画那么大一个面积 但你水分给满了啊 那这些地方全部干了 等于白费了 对吧 所以 包括画面越大 我们做了色块也会用到更大的刷子 更大的色块啊 更大的 由大到中到小 这样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今天在示范的时候 其实也是考虑到这些问题的 像这些地方 我为什么先画直接把它画完了 对吧 也是这样一个原因啊 OK 好 再来一遍水 我们就可以开做了 因为下面的面积肯定是比上面大的 所以我们需要保证它的一个湿度 保证它一个湿度 并且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时候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小细节的 这种水彩这个线它会往上翻上来 但是也没有关系 我们后面可以把这前面的几颗树稍微补重 这就是我讲 为什么说 有几个重的树 为什么不能先画的原因 但是 对吧 原因 但是我为什么先画呢 刚才我讲的原因 没办法 主要是怕大火到时候跟的时候容易这么大面积的染色 容易画晕 比完水分 所以像这种小的瑕疵 我们暂时就不用管了 当然这个是可以避免的 把整个小细盘擦干净 现在我们需要用到一些比较新的颜色 先从白色开始 直接拿到柠檬黄 在白色周围去圈一圈 圈一下 圈一下 比如说这一块是浅白 但是它也不是完全的浅白 它不像是这个光 它是在里面会透的 对吧 它会透出一些这种颜色 非常亮的黄 以非常亮的这种白色 那有些同学 老师不是白色 是紫色 它其实就是白色 白色里面带一点紫色 懂吗 所以你不如先留白 这样更安全妥当一点 因为紫色的话 你这个是画上去 它不会像图片上的那种状态 它是一个小点 对吧 它会扩散 所以真正你要去用到一些紫色 反而是这些地方 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个就是黄跟白的交界 听得懂吗 甚至有时候你可以补一些黄绿 比较亮的 它在这个草丛的底部 就是不能去补这个紫色 因为现在扩散度很大 大伙明白我意思没有 这个时候你要去做这个紫色的话 它会扩散 到时候你这个地方就画不亮了 好 接下来就是中间这条带 浅色的 带点黄绿比较亮 当然 对吧 然后这些略微的 你看 它有一点这种紫色色块的这种地方 你可以稍微的 给它一点点 紫色 但紫色可以最后去讲 我们先把白色之味的柠檬黄铺了 所以有些东西你说 哎老师为什么知道这些啊 其实我 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之前啊 自己在学画过程当中一个失败的常态 所以跟着 就是找一个老师去学的话 可以避免你出现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 然后他会告诉你 对吧 就是利用别的一些经验 能让自己学的更快啊 包括一些少走弯路 这些地方凝清点点啊 好 到这些地方可以用到一些比较漂亮的 一些紫色了啊 因为它在后面它成为一个 色块的一个模式 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懂 对吧 在后面的柠檬黄啊 它就慢慢的 包括这个紫灰色 它就慢慢的成为一个色块的一个模式 我们调一个钳纸啊 它可以往红色方向偏一点点啊 对吧 看啊 这地方是亮的 而且做这个紫色的时候 因为我们笔里面会沾有一点黄色啊 所以一定要让它保持干净 一定要让它保持干净啊 OK 来 开始 啊 你看这些亮色还得再把它压浅一点 让它带一点点这种亮白的紫色 最好是留下一个白色这样一圈啊 这样会更方便一点 那么你去做这个紫色 就干脆白色地方把它留下来啊 只做这个紫色周围的一些颜色 看没有 对吧 那些亮的地方 它其实还是很亮的啊 所以这就是不要超颜色 因为你要去设计它的那样一个光线的一个感受啊 像前面这这种 比较明显的这种颜色 像这里啊 你可以让它某些地方稍微的 范 带那么一点点啊 只是那些痕迹啊 趁着这种微微 微微啊 这里需要对吧 就是暗的地方它会比较重 其实你可以带一个这个紫色之后 再去加重 再去卡重 之间会有些穿插关系 但我发现没有 哎 对吧 然后它还会含有些绿色啊 我们接着可以再去补啊 你就等于把这个紫色 但是暂时不当做一个颜色 暂时当做一个小灰面去做 对吧 就是感觉四处到像流光啊 就是流光一彩的 好 接下来趁着这种微微将干的湿度啊 赶紧去做那个重色的 绿灰啊 就是直接把橄榄据拉出来 跟这个绿色差不多啊 铺一个底色啊 铺一个底色 绿色加少量的一个层啊 啊 大概是这样的 注意啊 鼻里面干湿度啊 不要在这一步翻车了 也是大的一个面积啊 对吧 这一步做完之后 我们就直接跳步骤了 就直接开始给前面的 这个草地一些感觉了 对吧 留保留一些啊 保留一些缝隙 为什么 因为这个深色的草地里面 他也会有一些什么 亮亮的啊 亮亮的这种 懂我意思吧 他也会有这种亮亮的这种啊 包括像柠檬黄的这种颜色啊 懂我意思吧 这个是对其他就行了啊 你可以先把这一层先做上来 越到前面越浅啊 这一层也是 当然他会有更重的颜色 但是我们目前把这一块阴影里面这个绿啊 除了留下的这种浅白 这个绿当做一个浅色去画啊 对吧 透一点的颜色啊 先把这个底色做好 会帮你省很多事情 对吧 稍微的 透一点原来那个浅色啊 更方便我们之后 去在这个白色里面去做一些内容 亮色的边缘啊 刷几条这样的一些颜色 好之后的颜色稍微注意一下啊 他是一个比较鲜亮的一个紫灰 就是纯度比较高的啊 纯度比较高的 可以直接用这个地方的颜色 对吧 哎你不管他是什么样子 他好像 这样子到处穿插了一些颜色 留了一些白啊 留了一些白 那么留下来的这个浅色的地方 他就是特别亮的一些点啊 细一下画过的地方吧 好 这里一样的啊 带一些这种浅浅的有点变化的 稍微 纯度高一点点这种紫色啊 群一炒一个花田 你们把底色做完之后 后面的事情他就简单了知道吧 越到后面这个色块他要越碎越细小 啊主次的一个关系 基本上他就这样的亮的啊 这边还少一点绿色重新调一点 那我们第一遍底色就差不多做完了 这个位置啊 一样的要稍微的穿插进去 不要沿着这个边去画啊 就是草啊 他有时候 光线他不是在一个地毯上面去铺的 懂我意思吧 他其实是在一个相对比较 有层次的地方 他是含有这些颜色的 所以大伙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可以做的稍微的松动一点点 因为越松动啊 你们后面画那个草的质感 他就会变得越来越简单 你看哎 进去一点颜色 对吧 当然可以 谁说他一定要 懂我意思吧 谁说他一定要是 很平整的像地毯一样这样扑过去啊 不需要的 也可以穿插到一些黄绿啊 比较鲜亮的颜色 当然这是第二步了 在这里面去给啊 我们也可以在这种浅色草坪里面稍微带一些这种颜色 让前面的颜色看起来稍微鲜艳一些 对吧 有了这样一个步骤之后 我们基本上就完完结了 对吧 你看这个绿色紫色到时候都有啊 像这种 花田一样啊 对吧 薰衣草花田啊 不用太过于去 按照他那个形式去给 大致的颜色铺满 嗯 差不多啊 懂了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去预留那个颜色的一个目的啊 啊 需不需要等一等等一等你们 有时候可以就在里面去加一些这种活跃气氛的一些颜色啊 OK 少量的啊 非常浪漫的一些粉红啊 可能有几个薰衣草的话 他看上去不一样 他会带一点这种粉红色 直接吹干啊 我们直接开始 嗯 因为他面积比较大 所以我们吹了比较久啊 我们这边就直接采取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啊 呃 浅绿啊 对吧 浅绿 呃 这是亮色 包含浅绿包含啊 紫白色对吧 白紫色啊 这是紫色 这是绿色 这是紫色 这绿色 我们其实就可以根据 色块的不一样 之间的一些穿插把它交代清楚 这时候我们找了一个比较鲜艳的一个纸 就用调色盘这个紫色对吧 啊 让他有些地方偏蓝啊 有些地方偏红啊 做出一点变化啊 比如说他亮色比较浅 偏冷一点 那么你暗色就稍微偏暖一点 懂我意思吧 就没有必要就是说一定要去整的太过于 啊就是哎呦 这颜色就是要这种很浅的纸对吧 然后叠色的顺序也是一样的 先从对比不大的颜色开始啊 然后相对于那个树来讲 越靠近后面的 他其实会显得整体一点 因为花虫 他其实相对于你画的这个树叶来讲 他会看上去更加的碎啊 更加的碎 所以他有时候更加的会像这种一整片一整片的感觉 对吧 你会发现哎 这是对吧 哎 这里又会有一个稍微亮一点的颜色啊 阴影阴影的边 他也是一个破碎的 对吧 因为他是草丛 花虫对吧 对吧 你们先把这个暗色啊 浅灰色先铺完 对吧 浅灰色先铺完 然后再去找他之间的一些啊 比较鲜亮一些颜色 这是一组对吧 然后这一组也是一个阴影 稍微让这个边缘啊 口口说说一点点 看没有 那些都觉得哎呀不像呀啊 这个东西 他不像是一个花田那种感觉啊 没有关系 现在因为绿色的草坪他还没有起来啊 连接着你画的这个树的一个投影啊 先前后重啊 不用担心 就是直接啊 你这种小的碎的笔触啊把它拼成 相对比较啊 看上去是一大块 但是里面有些笔触的看上去比较多啊 的一个感受啊 有点这种小圆点 小圆线啊 像上升长的一个感觉 对吧 越远的一些地方啊 啊 包括近处的啊 可以涂的稍微的放实一点点 记得留一点气孔啊 不要平涂了 因为他有时候会有一些 绿色的叶子在里面去掺杂啊 就是比如说这个花啊 薰草的花它会有绿叶对吧 然后草坪它是绿叶更多对吧 但是也有些花会长在这个绿色里面 懂我意思吧 所以它是会有一些穿插的 但我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是紫色的部分 那么紫色加重啊 这种蓝紫色加重 你可以稍微的 正常是加一个土黄对吧 但是你要让暗部偏暖一点 所以你可以加一点点啊 这个橙色 让它往暖色方向靠啊 你看就是跟我们说的方法 其实差不多啊 就做厚度啊 做厚度 小一点点 因为它是花虫 花虫懂吗 这是一团亮亮的 对吧 灰亮面 明白意思吧 就这件事还可以再浅一点 越到越到远处 对比看上去越弱啊 一层一层的 它是长在地上的 不是长在空中的啊 所以不要像这个东西啊 啊懂了啊 开始飘叶子了啊 不对啊 就是 体积上的东西 大伙要注意一下 它是 长在地上 它是一片 懂吗 当然 你也可以学术的一个做法 什么意思就是 它这一片跟这一片 它也会有些重视 会穿插在它的亮面里面啊 懂吗 成为它一个缝隙 明白意思吧 就那么简单 你看这就是厚度吗 这个地方厚度大一点 这地方厚度再有一点 顺便可以把这个下面的这个草皮的 一些缝鞋 咱们可以去卡出来啊 你看是不是 亮亮的啊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办呢 它有些白又带一些纸呢 啊 那地方其实好办 我待会教大家做一下就可以 先画出这个层次啊 画出这个层次 这是阴影啊 阴影里面 尽量把它压中啊 特别是靠近亮部的一些边缘 啊 会有些穿插啊 小碎点 小碎片啊 啊 这个附近的啊 有强对比的啊 不要做像条毛毛丛一啊 就发现这个东西做不太好的地方 揉一些啊 不要两边太过一对称 OK OK 要等是吧 那我现在做了这一步大伙看得懂吗 不是特别麻烦啊 就添加厚度一层一层的 不要给多了越往上的这种对比他会越弱啊 甚至于有时候你发现这个小黑点一点过重啊 拿个干净的指压一样 趁着他没干啊 那有些人讲那种特别亮的那个颜色怎么办 我们还在最后有一个特别的方式啊 可以去解决你这个问题 啊也是一个其实也是算一个小妙子 然后大伙其实可以准备一些那种管状的不透明的水彩 再利用到一些白色就如果没有的话就直接用白墨水加上你的颜料去厚涂啊 厚涂也行 零星点点的小线啊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些理太的画法 什么叫理太的画法 就实际上你模拟的是他植物的这种向上生长的这种调状的啊 根筋啊也好或者是花朵也好 他其实本质上就是在你画这个色块里面去给他一点这种线性的方向啊 让他看上脚像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感觉 明白意思吗 不多啊 但是有点这种提醒的一个感受啊 你看 不要到时候是啊 你看这个关键的一些位置啊 比如说这个灰色色块 我在边缘稍微让他有点这种线性的这种啊 出来这种感觉 他就会有这种层次感 因为这是远处里面没有必要去做的太过于麻烦啊 对吧 我还要去把一些花去加亮啊加暗啊 你看神经啊没有必要 画完这个时候我们顺便去把这个绿色层次也稍微多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暗部 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只能去越来越压重 明白吗 就是这是绿色草坪开始不受光的部分 绿色加一点点层啊 然后看一下这个颜色合不合适啊 因为我们这个颜色吹干以后它会变浅 一样是当草坪啊 草坪啊草坪高一点矮一点啊 就尽量往简单的方式处理 这是一层啊 这一层就稍微的薄一点点 对啊 然后这里面会有一些小的穿插啊 啊有些形状呢会联合在一起啊就是这种 啊比较透啊比较温柔的一个颜色 那这个地方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按照这种东西的画法 啊在里面稍微的飘一点这种紫色 懂意思吧 所以这时让你们一开始哎明明有紫色 为什么不拿紫色去染啊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你要去模仿那种高强度的那种曝光效果 你要明白它的一个本质啊本质 特别是这种颜色一个分界啊 我们需要去拿到一个 比较漂亮的一个紫红啊 去做了一些这种缝隙 但是也不能太重啊 就是大伙可以把这个紫红加一点点这种浅绿啊 然后水分稍微多一点点 去做到这样一个 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就是哎 后面这一层是花田啊 突然想起那一首歌啊 花田你犯了错 对吧就补一下他这个缝隙啊 补一下他这个缝隙 就让他这两块地方有那么一点点 略微的领地意识的区分啊 顺便也可以多加那么一点点层次 实际上这就是概括 也是我们刚才构图啊 第一步开始讲构图的时候讲的一些内容 是不是 色块啊一块整体 你不用管他对吧 哪些地方需要去补重啊 哪些地方需要去补钱啊 甚至于这块颜色它是绿色跟 这个树它的影子还是有点弯的 啊 啊我们把这个东西你挪钱了 这个东西比较钱啊 这里面就是绿色跟橙色啊 掺杂 它是一个阴影部分 我们可以单独把它先画出来 哎 绿色橙色啊 绿色紫色对不起了 绿色紫色啊 对吧 掺杂进去 他这儿呢 他就中了 懂我意思吧 而甚至有些地方他有点偏冷啊 加点青绿色 先把这块单独的立出来啊 越来越浅啊 他也会掺杂一些那种 掺杂一些这些不要太碎了 就有时候得整体一点 让他中间显得 不要那么多花里胡哨的笔触啊 边缘你可以去做一些 对吧 顺便有时候会跟这个颜色去联合起来 啊 你看这个城市又多一层 对吧 就是这样子的啊 这中间的颜色得稍微的再重一点点 加一点蓝绿啊 去补在这个位置 因为蓝绿跟这个 橙灰色这个褐色 它是一个互补色的一个关系 所以他的加入会让这个界限 他能够分的更加清楚 啊不要多啊 会有点破损 这里 少量的一些颜色 所以如何让你的这个边缘看上去不那么呆板啊 这就是 画前面就在草地的略微的一个小难点 小难点 其他地方都不是难点 你看这个做完一层之后你再去补一层嘛 你看这一层层中了啊 画中了 加水嘛 反正它干了啊 已经无所谓了 对吧 哎 我再补一层 就免把这个边口封一下 哎 有些颜色稍微往下窜了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就把一层两层就解决了 这个草还要你怎么去处理 不需要你怎么去处理啊 稍微的给一点这种草皮的一个感觉啊 线啊 一个这个方向一个那个方向 有些组合在一起 啊 成为一个长条 贼简单啊 贼简单 哎 有那么一点意思哎 就可以了 你看这里就组合在一起 对吧 慢慢的像下颜色 啊 这里也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会比较偏重啊 我们先把这个紫色的重量做了 这一块也是一个重紫色 所以自己找清楚那个位置啊 会很重要 对吧 这块也是一个重紫色 直接开铺啊 可以直接这样瓶刷下来 颜色稍微干一点 去留一点这种小缝隙 你看游戏颜色就得串上去啊 那我们这个地方串不上去怎么办呢 用绿色去抢它 生绿色下面还有一层 我们先把这个 阴影的一个紫色稍微做重一点啊 懂意思吧 就是干一点点啊 去串 是不是很快 哎 我们就上压下 不要想着 下压上 就是上面颜色去压着下面颜色 对吧 你看 这样子是不是很方便 不要老想着去做一个对冲啊 那么 你看 我们这个 紫色 你看它是不是有些零星点点的浅色 顺便也就做出来了 就那么简单 对吧 那我再去画这个 深绿啊 深绿 去把它的那个像狗牙一样的一个边 哎 抠一下 你看 你想想 是不是 一次性到位啊 是不是 那不就解决了吗 对吧 有些人就哎呀 他们之间的穿插好麻烦哦 哪有那么麻烦 想麻烦了 总有办法可以去解决的 你看 这颜色还重了 还可以再调浅一点啊 再调浅一点 对啊 这个时候你再去把稍微重一点点颜色啊 你看这里 我把这个边线你看哎有些往下一点点 对吧 哎 这里穿进去啊 这条都是重色更重 对吧 暗部 就是不受光的这个草坪里面的还有投影的话就更重啊 就这样一个道理 你看这个缝隙啊 我今天就给他去卡出一些这种细小的感觉啊 对吧 不要太均匀啊 就有些地方他就是穿插的进去的 哎 像下一点点 这种感觉他有点像什么呢 他就有点像去给他做一些层次对吧 上面其实也可以带一点啊 对吧 哎 稍微的飘一些对吧 带一点点狂 狂野一点点啊 狂野一点点 不需要去整太多啊 就是揉一下蹭一下干笔飞一下呀啊 对吧 这里面就少一点啊 对吧 他也会在亮部穿插一些这种浅浅的不太明显的颜色 你看后面基本上我们都乱整啊 前面还稍微给他一点啊 越往前面画的越细 你看 你看这草皮的颜色是不是有那种光感了对不对 反正也在用这个紫色对不对 你看这个紫色其实还可以继续啊 这就是局部画法 如果你对这种色层特别敏感特别清楚的话 你画起来就贼简单 你看这一层它就是暗色 而且这是在后面 在后面有在收在后面有什么好处呢 你直接投 你直接刷一层 啊你把边缘到时候去压一个更重的纸 这里你看他既有一个强对比啊也能那啥 对吧 但是我们最好是这个时候不要压 因为这一块其实还会有一点颜色 有那么一点点颜色 学到吗 对吧 是不是很简单啊 好这些地方咱们让他有一点这种色块的从此啊 不要让他看起来太过于平整 感觉好像里面什么没塞一样啊 你看这个边太直了啊 让他有点向下的一个趋势 穿插一下啊 让这个边缘看起来更像草皮 简单的啊 就基本上到后期都是一些干化法 大伙也不用去担忧啊 这个颜色 控水啊 控不好啊 都为大家考虑到了的 来继续啊 这一块我们反正要去补的 我们就先把这一层暗中带亮 亮中带亮的颜色给了 也就是说这一块的颜色 它层次是相对于偏多的 那比如说 哎 浅绿 在这个位置啊 你看上压下啊 看没有 剩下的颜色是什么 剩下的颜色就是 一开始留的非常浅的一些颜色 对吧 更浅的 对吧 组合一下 不要到处都是这种碎片啊 不要到处这种碎片 那么你这个地方补完之后 它在这个更亮的颜色上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础 对吧 然后你再去补到正常的一个灰色 在这里 哎 这一层 你看这上面这一层草皮 上面我们再去压就行了 对吧 但是一旦要 最好是先把你整块草皮东西画完了 再上压下 因为上面再去做最后一层颜色 比如这地方 我其实上面还没给完 我就没必要去压这一层底边的重色 懂我意思吧 所以大伙去理清出一个顺序就可以了 好 这里其实也可以概括 比如说这个地方 它整体是暗的 你就可以给它这种一团啊 一团 这里也有一团啊 缝隙 这个一团缝隙 剩下就是一些亮色 对吧 整体是向上涨的一个趋势 你这些颜色进去之后 实际上是为了干嘛 压下面这块的草皮 但是我们没有一次性给的很重 啊 没有 没有像树画的那么的麻烦 对吧 就是还是可以去 调整一下的 你看这个地方还可以去做一些 这里面也可以穿插那么一小笔啊 就是我中有你啊 你中有我 懂我意思吗 还到处都是啊 很舒服的一个颜色的一个配置啊 是不是 还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一个颜色配置 就千万不要画黑了 我还给很多层次啊 我画的到时候那个颜色就亮不起来了啊 草坪的一些颜色其实做起来 看上去很复杂啊 但是没有大火象的复杂 其实还是一个什么色块的一个意思 它还是一个色块的一个意思 色块 不是一根一根换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它会有更暗的一个 你可以先把这个色块给完再去像这种哎 给一点潮湿的感觉在这里面 那这里少给一点对吧 你看近处的地方哎我即使一色星给那么重 它看上去也 没那么的难看 你看这就是一坨色块啊 懂我意思吧 没那没你想的哎呀这地方好大我要画画草画死去啊 干嘛呢 对吧 没有那么的麻烦啊 近处的草坪 而且这个地方其实是主要的一块暗色 它只是稍微的有些地方透一点这种浅浅的颜色 所以你画的时候都可以 很随意的 去在这个空间去给满色块啊 相互这样叠 留下那些缝隙 或者是即使这个缝隙被你画完了啊 你最后面拿柠檬黄加白 飘一些这种亮亮的叶子不可以吗 啊有啥问题吗 没啥问题对不对 啊越到上面啊越加柠檬黄 它要过渡到一个浅亮色 哎开始亮起来 那就是色块与色块的这种 切分啊 就是我在这里你在这里 你掐我还是我掐你 对吧 每个色块有每个色块的颜色层次 懂意思吗 是不是这一简单 而且它的这种色块跟上面这个树的色块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什么区别就是 它是以长条形为主啊 可能方向性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后面的是圆片或者是小三角 它还是像这种一坨一坨的这种感觉 这个是一条一条的感觉啊 注意它的特征 就你们掌握好了这个之后啊 就变得简单起来了啊 就变得简单起来了 对吧 好有时候你看我这地方跟这地方一样会有一个小的色块啊 对吧 好继续去看 还有我们先把所有的暗的地方给了 这样会稍微简单一点点 沿接的这边上去 这种草皮啊 越到上面其实越简单啊 而且这个地方 这种颜色就可以作为后面的树重的暗部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后面的颜色层次少对比弱 懂我意思吧 比如说你看这个颜色啊 继续加一点点 浅指灰色 比之前那个指灰色稍微重一点 你看它是直接就成了远处的一个暗部了 懂我意思吧 只不过前面我看见会稍微麻烦一点 它层次多啊 那个看起来 哎呀做好多关系啊 很烦 你后面你稍微的给个色块 你再给一个 你再给一层啊 它都精致的不得了了 它都精致不得了 你再给它一些这种线性的这种感觉 它都感觉这里都快要爆炸了 对吧 就已经起飞了 懂我意思吧 就是后面呢 就是 那其实没有大伙想的比较麻烦 都是前面的你可能要花点心思啊 所以我们先从简的地方做起啊 展示了一下远景近景啊 远景中景近景的一些处理方法 你看远处啊 就这个紫色啊 不要丢啊 就做一个钳子加点水 那比如说这一块 除了这块亮的 你看我们留的这个面积啊 那块不要动它 不要动它 你看除了这块钳子 哎 这个边缘其实也可以稍微有些地方上去一点点啊 去做那块的亮部 啊 越到远处这个厚度层次啊 感觉会越来越小 啊 它慢慢的会倒下来变成一个条状的啊 它主要还是一个条状的 只不过我们画这种细线是为了去模拟它 植物向上生长的状态 对吧 就这样揉揉啊 揉一揉啊 蹭一蹭啊 对吧 就很弱啊 就是这个颜色 它其实看上去没有大伙想的那么的 复杂啊 你看 在多一个层次它都直接要起飞了 对吧 它 扛不住啊 后面它就是一个虚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后面画多了 它整个东西密密麻麻的会才会显得比较麻烦啊 稍微透一点这种纸纸的层层的颜色啊 好 这个边缘可以稍微再给重那么一点点 哎 重了 对吧 没有那么的明显 那就把这颜色摊开嘛 对吧 这样当做它一些底部的一些厚度啊 哎 没了不见了啊 弱弱掉了 浅绿也是一层啊 比如说稍微灰点这个绿啊 你看 点线啊 你看 就这样有点显得个肘子底一样 哎 点点一下铺一条线 点一下铺一条线 颜色对比啊 相当的薄绕啊 就是薄弱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区别啊 即使加重也是略微的重那么一点点 让它有一点变化而已 对吧 不用去担忧这种 啊 远处的这么多细节啊 盯着那地方看啊 你是显微镜吗 对吧 那么看不到那么多东西了 就是任何东西它是相对的啊 你不能讲这个好细 对吧 这个好细节啊 那是相对什么来说 它是相对于 不细节的地方来说 对吧 那么相对于前后来讲 那我前面当然细节多了 你就可以把后面去表现的弱一点 只要它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看没有 就直接按这种条状东西去铺啊 有时候铺着铺着 它会铺出一些这种非白的感觉 那么这一层里面 你想做一点点 做一点点层次的话 你看 直接把这个底稍微的哎 点一下压一下 是不是一个层次 对吧 哎把这个底点一下压一下 是不是一个层次 那不就行了吗 所以后面的东西贼简单啊 你看 会有些这种叉叉啊 到时候补一些小数字啊 不就完了吗 对吧 稍微补一些小点啊 不要补多 有些是跟它差不多的浅色的一个色块 灰那么一丢丢 你看 哎 圆点 圆点 小线啊 尖起来 亮色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块亮色 但是不是很重 然后看一样的啊 用上面卡下面的方式啊 现在基本上都复读机啊 没什么难点 你看直接哎 我 变厚啊 这边是条状的 我这边给它一个点 方向不一样 对吧 比如说 甚至懒得换颜色啊 直接用这个绿色作为这个紫色的暗部 其实也可以 少量的 对吧 这里可以再给那么一点点 即使是明亮的地方啊 即使是明亮的地方 是吧 是不是很 啊 很好看啊 这个东西 好 我们把以这条线为界限 看清楚啊 以这条线为界限 前面呢 我们要画细一点啊 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再浪一下啊 再浪一下 哎 这颜色有点对比强了啊 作为后面的东西来讲 对比不要那么的强 你可以整体的这样子像这种方式一样 让它 不要那么的亮啊 就是 对吧 OK 你看沿着这个方向 揉一下 先让它整体变重啊 变重 嗯 这个地方是亮的啊 其实现在亮不亮已经不重要了 好 自己都眼睛看滑了 赶着 赶紧把它整完啊 看到这满头的草 看着这满满屏幕的草啊 我都自己都有点害怕 好 我们先把先把后面东西整完啊 短的啊 有时候会用那些湿化法去补充 重的线啊 把绿色重新调回来一下 特别是这个边界啊 嗯 等一下 它是一个圆形的 好 稍微的记得偏冷一点点啊 不要让它太鲜艳 用这个 嗯 青绿色加一点的橙色 青绿色稍微多一点点 这种冷冷的一个颜色啊 这种 对吧 冷冷的一个颜色 先做成一块完整的 你可以让它边缘形成这种碎碎的一个笔触啊 就是先把这个重色先定在这里 对吧 包括这个位置的 你看这个时候它就能去穿插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再逐渐去加重这一块阴影的一些比较重的一些草 对吧 这样我们就会做起来会更加的舒服啊 它其实会有些破损啊 特别是到了近处 它有些色块啊 它会虚在一坨 对吧 包括这里的有些颜色 所以记得 如果要虚一点的编的话 记得可以加点色块或者把它揉一揉啊 在这个位置 大家已经可能有些细心的同学已经发现了啊 我现在开始在感受度了 当然我现在这段话其实麻烦在细节多啊 画起来真不难 画起来是不难的啊 但是我尽量去 把这种东西去做到一个还原啊 这块是亮的 咱们暂时不动它啊 说把所有的暗部的阴影先给到 它会透一点点这种冷色啊 其实你再去叠上去都可以 浅一点啊 保证它是个透明感 就有些莫名其妙的一些这种 印也可以慢慢的给上啊 注意这个地方的光线啊 它是不太一样的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棵树 你可以预先的把这个颜色先投好 它就是啊 一个非常 淡的 一些颜色 或者是一些对比啊 至于前面的这个地方 它实际上是会加重的啊 所以大伙不用着急 它会有些这种强对比的 对吧 你看包括这里远景的 包括这一层稍微重一点一个紫色 对吧 自己看一下 就是有时候我们是 因为构图想省点事啊 所以没有去画到很多很 就是完完全全把所有的 树枝啊树都画完 没有并没有 你看这个地方它就是 一个上下的关系 这样的一层 对吧 放碎点有时候好的比错啊 它会给你去增添一个画面的效果 哈哈哈哈 嗯被发现了是吧 有点过分啊 有点过分啊 没有 有一点点过分 稍等一下啊 我们今年啊 到年前 其实也就只有跟大伙 掏心掏肺的说 也就只有那么几次直播机会了 啊 所以尽量还是给大家整一点这种好看的一些画面啊 不要太不要太 哎 就是感觉像是在我这边装了监控器啊 很过分啊 瞬间被看得无语了 好 接的话 整体的东西 现在就是这一层啊 这一层这一层的一些浅绿色 所以这个步骤就是重复啊 重复 大伙更化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你看大的 中号的 啊 上面一点的啊 横着躺着的啊 对吧 就是细节的一些小点的 这就是一层 上面一层整体来讲 它看上去要稍微的 那啥 小一点点啊 小一点点 啊 条状的 慢慢的点 走子底对吧 哎 我让这个地方看起来松动一点点 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不是草湿啊 也 它实际上就是色块的一个意思 对吧 然后这一层啊 穿进去一点点 对吧 哎 这一片厚度 下面的厚度粘起来啊 形成一个斜线 就是放松放松再放松啊 注意大小色块的规律啊 不要全部是大色块 会显得感觉什么都没画啊 搁在这边偷懒 全部是小碎块 不仅画了泪 而且没有效果 懂我什么意思吧 就是 太碎了啊 看起来让人很紧张 懂我意思吧 就是一定要这种大小穿插啊 点线面 齐飞啊 这样就是一个既啊 省事啊 又画起来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 哎 有些是点啊 有些我们做一个逗号啊 做一个句号啊 做一个走子底对吧 做一些小点上一些穿插 因为这些是色块啊 最后面你想画出草的感觉 你勾一些丝就可以了啊 勾一些草丝就可以了 这就比如说这这这一朵啊 这一树草跟这一树草之间的缝隙啊 对吧 你做的实际上是这个 不是 不是哎呀 这是一根草 这一根草 你隔着这一边 就是 画卡通画呢 就是画东西一定要有这种色块的意思 有这个意思 无论从构图还有作画的思维 以及想法上面 都会让你都变得很简单 懂我意思吧 你不用管他是啥 对吧 你就是把这个色块啊 给他啊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会更重一点点 我就把塞进去 对吧 到时候我把这个边飞几根草丝一样的形状啊 是不是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对吧 进处的对比强一点啊 这里稍微给一点啊 多给个层次啊 这层次都重了 这里上面我们来一点这种小缝隙 对吧 哎 压一压啊 好 这里给他一条 注意一下不要太多啊 也不要太碎 你看这地方你把它粘起来 让他成为主要的一层 那差不多这种层次给的差不多你就稍微的把它聚向一些东西啊 这种叶子勾一下啊 有让他哎 好像有那么一个方向性的感觉 这不就成了吗 对吧 他不就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有些他就是塞进去的一些小点啊 有些就是你也不知道那是啥 凡是在缝隙里面的就是一个填充形状 对吧 那包括像这个缝隙啊 那其实就这样子 包括他跟下面压了一些种的 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去做这个 因为这个地方颜色还没给到 不然你压了之后你就没有修改的余地了 对吧 好 这地方我们换一支笔啊 这地方我们直接简单画法 直接给他一点好事的一个感觉 拿到这个笔啊 稍微的水分多一点点 今日份的掏心窝子对吧 没有几次直播了啊 今年我们也要回家过年就那么几次了 可能下周还有两场 对吧 咱们就 来年再见了啊 来年再见了 多好呀 对吧 这几场啊 一般是在周四跟周五 明天还有一场 然后大伙可以跟进一下啊 如果大伙也有什么想要画的素材 也可以后台私信我啊 但是我一般是不会看的 开玩笑 一般我还是会看的 看的特别勤快 之前还收到一个消息说 就老师哪些颜料 哪些就是他跟我说水凯颜料是有毒的啊 我我当时整个人都惊了 真的很恐怖 不是有毒的颜料那种矿物质的或者是 传统的那种 那种包括油化颜料那种色粉或者是水准颜料色粉用不起呀 咱就是花花 百八块钱m 买个颜料 谁用得起那种矿物质的带放射性的或者是 原始的那种啊 古方配置那种色粉的颜料 谁用了起又用不起 可能阶级不太一样啊 好 我们先做净厨了吧 我感觉把净厨的东西画完之后 我整个人会稍微的轻松一点 距离能看到下班的这种感觉 会更加能够看到一些希望 所以现在你们就直接去填一些这种草 草地的一些感觉 一般是在你们画的这个色块的周围 也不要到处去填 因为你们只需要去把这个暗部的 这种色块的这种方式 这种形式感去填一填 他就会有这种草坪的感觉 对吧 零星点点的 这地方还没画 暂时不用动的 特别是像这种地方 还有他的一些周围 他的一些缝隙 对吧 他的一些小小的这种小小草地啊 小草地 就是填充一下 不用去太过于去关注 比如说像这种啊 你刷一下啊 所以这种国画用笔好处就在这里 那上面零星的拍几些小小的色块 这地方等于就是像素描里面给他一个调子 对吧 哎有点那种感觉 但是很弱啊 让人看上去像做了很多细节 但实际上批也没做 对吧 就是刷了一遍 然后有时候填一下底下 不要全部都是啊 全部都是这个地上长的不是草 是刷子啊 就草他会有长有短有方向性的不一样 对吧 他有些长长的会折下来 所以他有时候有些草的方向是这样斜过来的 懂吗 注意观察你的生活啊 你生活的不是一个虚假的空间啊 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啊 对吧 没有什么东西长的就像是那种 特别整齐的状态啊 他是一个 有点这种 野性生长的感觉 不知道大伙能不能动 所以你现在这种很复杂的这些地方 咱就直接 对吧 给线 弯的线啊 或者是这种 给他一点这种草生长的方向啊 或者是再把底部压重一点点 有那么几条线性的一些方向 或者是一些弧线的方向 他就有那么草的一个意思了 最后再找一些生蓝色去填一下它的缝隙 就已经算做的比较不错了 因为进出的话是为了去对比这一块亮色的 不是去填这个边啊 是填这个树的周围 不然它会显得很不舒服啊 它需要有些这种缝隙啊 这地方你可以先去做 把这种烂笔 大伙的一些不太好用的笔 在这会儿就可以用上了 比如说它形成一个色块啊 就是你们把新色花在前面这一片一些 后面的话就让它这么生长的啊 就可以了 对吧 没那么麻烦啊 好剩下的一些亮色 我们直接用绿色加柠檬黄啊 补充在这些啊 看起来应该是亮的一些位置 它其实我们之前是补了一些红色进来的啊 它会形成一些补色上的对比啊 这样看起来会更加的活跃啊 活跃 这地方我们只需要去补一层亮灰色在里面啊 有些个别的地方你想让它鲜艳 你给它一些小点 比如说这个黄绿啊 颜色很很鲜艳 我补在这里 或者某一个柠檬黄啊 它很亮啊 我补在这里 就是个别的一些比较鲜亮的颜色 你可以补进来 对吧 让它透一点这个颜色进来 剩下就是封一下它的 这个边就行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啊 这个绿色啊 加了柠檬黄 稍微看一点橙色 也比较亮啊 但是封这个亮色边它足够了 对吧 因为它会形成一些这种凹凸不平啊 比较整体的一些这种颜色 对吧 就慢慢的给 慢慢的给 我们只要把前面这一条线以下的这种草坪 这种细节做完之后啊 直接把树一啃下来啊 基本上完结了 这个今天这一张直播时间可能会稍微的长一点点 但是也会在三个小时以内把它完成啊 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 一般是这样子啊 不会整特别长的时间 整长了 我受不了 你们也受不了 对吧 而且直播的话啊 会带一些知识内容 尽量以 就是主要还是以画完这一张画的目的为主 所以有时候会讲到一些知识点啊 但是 会很有用啊 但是没有完全 因为时间上的一些关系 所以如果大伙想要快速的掌握好啊 就是完整一个知识体系 像我一样啊 就是平时画任何东西 我会分析 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啊 胸有成竹 对吧 那么你画画也会变成一个比较简单一件事情 今天跟完完全课程的同学就会明白啊 哎 好像是这个样子 对吧 老师好像是按照他讲的这个方式去处理的 对不对 所以这里 我要讲一点 就是很多东西 画前是需要有一些考量 是需要有些考虑的 他不是一个纯单纯的说 我自我感受啊 他不能太过于感性 就哎呀 他是黄的 他是绿的 我就这么画 我就这么照的操啊 我也能把它画好 画不好就是我技术问题 不是的 因为平时我们 自己去画东西的时候也会 考虑到这种 啊 什么 造型上的 怎样去拆分色块啊 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或者想要怎样去做 其实 也会在画前去看 或者边构图 边想或者边上色 边想 有些东西 他得去根据你当时做出一个效果 进行一个及时的调整 那有些东西是一开始就设计好了 明白意思吧 所以这些内容 其实 也就是你 啊 可能学是自学 或者是啊 稍微有点基础 跟着 视频啊 或者跟着老师在其他地方 学过 对吧 他就是他只会去教你步骤 对吧 第一步哎 我做什么颜色 你跟着我画啊 第二步我做什么颜色 你跟着我画 你看我今天在课堂上只是告诉你这些形状组合 大概用什么颜色 组合的方式 其实 它暗含一些 一样的一些规律 你看这种大大小小啊 碎碎点点点线面的一些色块组合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本质性的问题 对吧 造型上的一些问题 明白意思吧 对吧 你看这个方向又一样 对吧 那我让他不一样咋办 我多做一个色层让他出来呗 明白意思吧 就是哎 我这地方慢慢的长一些绿色的东西 一层一层的去跟左右邻居接壤一下 可不可以啊 当然可以 谁说不可以 对吧 有水痕怎么办 给他一些重色的缝隙 其实就是这样子 然后时时刻刻停下来 审视画面啊 这就是整体跟局部的一个意思 明白吗 这就是停下来啊 说的好是停下来棺材在画面啊 说的不好就是摸摸鱼啊 对吧 东搞一下西搞一下 其实 画画啊能吃好一个人的强迫症啊 为什么这么说 就有时候 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 比如说我在画这块的时候 你让我停下来我很不爽 对吧 哎我这块不搞好 我就不感觉其他地方我做的没有意义 但是真正的 你要想把整个画面啊 做好 那真得时时刻去停下来一下 比如说这个时候 你看这个地方他就会比较弱啊 对吧 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主次角的问题 对吧 但这个地方又太弱了 所以我又得开始去补充到一点点什么紫灰啊 这种颜色 明白是吗 就是他需要 他需要你整体一起推进的去画 比如说这地方 稍微让他哎 光鲜亮丽的一点点 那我这地方相对比我可以做的更细 懂我意思吧 你不然的话他就没有一个对比 是吧 就是强迫你啊 一定不要把一个地方推着画完了 他得保持整体的画面啊 比如说你开始做的是这一块 你得保持整体的画面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前进顺序啊 对不对 千万不要就是说啊 我这边走完了 我不管了 一定要把它画完为止啊 背景别学我 背景是因为如果是一起做的话 这里这里都要同时做 你们会搞的会有点难度 所以我就把背景当做另外一个空间去做了 对吧 这就是一些考虑啊 以及考量的一些部分啊 好 道理应该加不加重这里呢 还是要根据整体的这一块阴影去做啊 因为最重的地方 其实还是在这一块 以及这一块的颜色 所以这里我们又得去回到整体的东西去考虑 这里是最容易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就用同学画的画的 哎呀 我去这里面去搞层次啊 搞啊 往往使命的去搞啊 啊 今天从头到尾这个噪点都没有去调回来啊 其实大伙看这个色块 应该是看的比较清楚的 对吧 然后把这个噪点调低一点 调正常字吧 哎 对吧 直到现在啊 咱们才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噪点 OK 所以他真正重的一些颜色 他其实是在这里以及这一块位置 所以应该干嘛 赶紧的把这一块大的颜色 一开始是铺了一个浅色 对吧 赶紧把这块大的颜色 先给重 对吧 然后你再想着这样去把它去加深 可以整体的刷一层 因为反正这个地方已经是干透了的 就让这个颜色更接近一些 更接近一些 对吧 然后远处人到时候会给到一些这种重色 好 直接拆干啊 然后像有些地方觉得到时候不太好去接那些草地的 揉一下啊 揉一下 方便就是留一条后路啊 留一条后路 给他一层造一层重色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 他跟这个投影还有个说法 对吧 不是这里面要加更多颜色 而是这一块 以及整体后面这块是比较偏重的 对吧 他才能够去拖出前面这一块的阴影 对吧 而且这个地方的层次 我们要稍微多做一层 你看这地方没有去涂重 是因为他本身就会有一些更重的颜色 以及多一些层次 让整块绿色会显得比较偏重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吧 那我们这样看起来就没有什么难度了 对吧 只管画就行了 顺便把有些阴影的一些东西做到一些稍微的延续 你看这个投影一下下来 他慢慢的不见了 所以他其实会有一些这种重色体现在这些位置 不要太湿了 最后20分钟啊 刚刚好整整三个小时 我们这张画应该是可以把它画完的 一切尽在我的掌握当中 一切尽在我的掌握当中 就是让整体这些地方有一个颜色的区分啊 那有些同学讲我把它整体画绿 然后这个绿色加黑色涂一条线可不可以啊 当然不行啦 他其实不能 就是他其实是比如说亮色里面有灰的有暗的 暗色的草丛也有灰的有亮的有暗的 他是不一样的一个色层 所以你得这样推着去画啊 色层其实就决定了你会不会画水彩以及知道上色顺序的一个关键 对吧技法什么东西他都是次要的 哪怕你就像我叠的这样很生硬啊 你只要把这个颜色的顺序啊上对 想要去露出哪一点哪个地方比较重哪地方或者露出哪一片啊哪个哪一片比较重啊 要跟什么地方做出一些对比啊你是比较清楚的 那趁着这种干湿度啊再加以这种啊什么呢就是再加以技法上的扶持啊你就会变得就是越来越化水彩会越来越轻松对吧 比如说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画一下这里 你这地方太琐碎啊需要一些柔软的感觉对吧近景因为聚焦在这个地方近景他实际上还是会稍微有点模糊的对吧 再给他一个相应的一个软一点的啊狠一点的一个重色 对吧 哎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做这种成团的 重色就不要让之前的一些 这种很碎的又细啊又 麻烦的这种色块在里面你看我直接去给他一个软一点色块 对吧然后跟某些地方你看这个重量就连起来了你看这个重量是不是就 懂吧那其实你以为很麻烦但是他并不麻烦对吧就是什么时候去做了一个问题 大到小不要全部是这种重色的色块 还有就是一个控水你看这个地方他已经将干未干了对吧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鼻里面一个干湿度 那有些地方他会有点偏紫啊对吧我们再把这个紫色还回来 对吧其实你会发现你做起来会变得贼简单啊好我们也不要把整个这一块全部画中了对吧他会有一个慢慢的到两边减弱的一个状态 顺便啊我们去做一下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的这个 往上生长的这种感觉啊 就炒湿了一些感觉 啊我补充你刚好能在这个地方去形成 像一个边啊 其他地方尽量不要动啊 这里面的话用色块去拼就看在他周围的这个分界的地方你可以让他稍微明显一点 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第一遍铺色的时候是可以在这一块绿色层次多去画那么一些像这种重灰量的一个过渡的 就忘做了啊直接去加的话其实会因为面积比较大 做出来这个效果会比较生硬啊所以有时候啊 他就等于是什么呢等于说这地方已经完全干透了啊我重新在这个地方局部给一遍水分 你用我刚才铺的那一层照的那层啊中绿色 对吧然后你再根据湿画法的状态去补充一些啊颜色 对吧而且这个颜色补出来是一个比较柔软啊对吧 那比如说这个过渡的一些点 对吧或者是这里稍微的需要去强化的一些关系对吧 还可以用一些比较纯的颜色去交代 对吧会更有这种深浅明暗的一个效果啊 在里面去穿插一些重视的草坪 好差不多啊等他慢慢变干我们稍微的补一下 吹干啊像我们只剩下一些亮部还有补充一些小小的细节啊 我们直接开始画素了大概也就只需要10分钟左右一个时间啊 好了我已经看到了希望了啊我已经看到我即将下班的一个希望了啊 我们这个时候反正一些小的色块啊还有这两块比较亮的一个色块啊 如何去做好一个过渡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啊 我们这个时候把这个地方以及要去加的这个地方你可以补充一些树啊 因为我们这个边上它有一个树插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可以不画啊 这个地方就可以补充完成了我们把后面这一坨东西全部解决了 所以因为我也没有吹很干啊所以这样等它自然干对吧 我们这个时候补充一下这个树啊 又从后面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我们把后面所有的背景啊一次性解决完啊 包括树干啊树枝这些先从小的话起啊 小的话小的东西啊小的树枝瘦了的树枝啊 这种细钩直接平图啊平图直接平图不要去多想 其实有些树我们是没有画完的自己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一条啊要让它更重一点啊 细钩平图就行了 稍微的浓一点点啊用这个土红啊或者是这种 紫红加一些这种褐色啊土黄稍微的补一点点紫色让它看起来更重啊 这种稍微加那么一丢丢水啊让它运笔看起来更流畅啊 就是去接这一团叶子以及这一团叶子 穿进去看好了没有 然后长在这前面啊所以下面稍微粗一点 好这是中耗的啊中耗的之后我们再去这后面去补充一些阴影啊中耗的 穿啊继续去穿啊穿叶子啊像穿羊肉穿一样啊露出一点点露出来穿上去 这里给它一小块啊这种重色的一个层次啊穿叉 好这地方哎呀真的是不出意外总是要出点什么意外的算了大家会看不见 继续去穿叉啊这一块稍微重一点啊浓厚一点点让它有一种在前面的一个意识啊 穿到这里再从这下面穿到这里OK 找几棵前面的树吗好这里啊它就是一个光秃秃的一个数字 向上慢慢的让自己的手稳一点把下面画清楚 还有这前面的前面的它画法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待会再讲比如说这一团树 再加一点紫色 所以这个树大伙会觉得很难画 其实这个树它是最简单的啊只是这个地方会稍微有一点点复杂 好这个做完整一点不然你们到时候画那个草会有点麻烦 还没有好稍微把它这个颜色洗的淡一点啊 不然那个底色很重的话会显得有点不舒服 重啊到这里结束啊到这里结束 向上啊好这个如果大伙手不太稳的话可以慢一点的话 到这里安安的不见了啊这里的穿一根出来啊就是被强光所遮挡 对吧OK啊好这里差不多了啊 顺便种一些小数小枝条啊去丰富一下前面这个草坪的一些感受啊 OK不要多了稍微的个别一两根啊 小木桩啊枯木逢春啊然后就是这一条 这一条咱们水要稍微多一点分两次画啊 第一层就是这个底色水稍微多一点是为了之后会有一个熨染啊 会有一个熨染 从这个边界开始啊 画多少你之后的草地就可以少画多少 再画下来一点吧 这是一根巨大的树啊你这个边线可以画像狗肯那样啊没关系啊 尽量让它湿一点点为什么因为好去染色好去染色 这个边缘啊大伙可以把它这个纯度拉起来啊这是一个长色的一个 哎长一个比较纯度高的颜色去作为光的一个阴影啊 然后再把这个颜色调浓干净的啊 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珍贵 你要是这个颜色调晚了的话 它会啊它会很难很难 就是盖的过度的会很舒服的 对吧就一定要去快快快快干净啊浓一点 颜料稍微少一点 趁着这个湿度 对吧把这种软软的重视的边 再来盖一遍 再来盖一遍 对吧就是它是有层次的啊 它是不一样的 它是跟后面这种树的level啊等级啊是不一样的 它是显重的啊 ok 就是这样子啊 哎你自己看一下是不是可以省很多事情啊 这根树特别粗壮啊特别粗壮 其实就为了偷懒啊 对吧会有一些这种上面的一些苔藓 这个东西可以去加一点点 不要特别多啊 有那么一点意思就可以 好剩下的我们把这一棵最复杂的一棵树尾 赶紧整一下啊 这个东西要命啊 感觉最复杂就是这一棵了 那我们先从前面开始啊 先瘦弱一点点直接盖住 好稍微注意一下有些浅色啊 因为不论是你之前画的这种深色还是浅色 它其实都会比这个树看起来要浅啊 所以你盖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麻烦 那你留一两个这种气孔这个缝隙也行 懂我意思吧 只要把它接直了啊 那这里 啊这里漏一点点 歪波之数又开始了啊 啊 留一点点漏一点点啊 到这里下面开始对吧 接一点点这种浅色的这个树丛啊 不是特别的多啊 哎 你看这个重量一起啊 它就会显得自然啊 会显得舒服 边缘啊 边缘可以留个小白边 把这颜色云图啊 然后再去加重 因为这个树的根部啊 它肯定是会比草要重的啊 对吧我就开始去强调一下它这个边啊 最后你要觉得我要让这个树啊 看起来更加的真实 或者是让它有点这种纹理性啊 你可以再去慢慢的补一下 但是先把这些树干画清画清楚了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 哎长上去啊 然后会有些这种交交界啊 交集 这样子的啊 然后不见了 这里 好慢慢的穿到后面啊 跟这个地方会有点关系 慢慢的不见了 那就不要让所有树的生长方向看起来太过于一致啊 对啊可以去点一些这种纹理性的一些东西 让它看起来好像有点在 这种 啊模糊的边缘里面好像又有一点这种纹理的一个样式啊 就是 你以为它没有东西它其实又有那么一点东西 对不对 啊 插几下啊 蹭几下 啊做几个这个树流子啊 其实也就是像一些气氛点去活跃它气氛用的 不要多了啊 多了会感觉很奇怪 哎 这个边下我们故意留了一个小白边 大伙看了没有 而且像有些点它还真得重一点点啊 注意这几个前面的树是没有办法需要去认真去做的 谁不想像后面这个树画这么开心呢啊 对不对 啊 用这个褐色加一点点孤蓝 孤蓝啊 一般是画的这个树叶的底部 它会有一个光系光线的一个阴影的效应 如果你流出了这个树叶的一些关系啊 谁遮挡住谁的一些关系 像这种缝隙它都得用这种颜色去抢 顺便把这个笔压扁一点点 我们可以扫出一些这种类似像这种地方的一些纹理啊 秤一下 一点点啊不要画多了啊 不要把它编完全去勾一边 它就是有时候是零星点点的 就是有时候是零星点点的啊 OK 记得在你之前画的一些这种 这种留了阴影的地方去做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位置 稍微的浅一点点啊 不然这个投影它就废了 对吧 宽一点点 像这种地方你可以稍微的弱一点点 哎哎甚至开始慢慢的变浅了 哎对吧 你看透光啊透光 哎这个阴影也合适对不对 啊阴影也合适啊 最简单的也就是这个啊 好剩下的也非常的简单啊 非常的简洁了 树的话我们基本上快整完了啊 好剩下一个主要的一个颜色 我们稍微的水要调多一点 颜色要饱满一点 因为它面积比较大 把这种褐色都拿出来啊 对吧中间重两边重啊两边轻啊 中间重它是一个透光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要偏一个橙灰色这样一个颜色 水分多一点啊无所谓的 一开始它没有什么重量没有关系啊 它就是靠对比做出来的 所以就直接开始给啊直接开始给啊 铺成这个样子赶紧去接水啊 就是让整个画面的水分尽量饱满一点点 因为我们需要二次熨染三次熨染这样子 对吧逐渐去加重啊 因为这一颗树它会看起来 有点东西啊对吧 上面包括一些这种青苔啊 我们虽然说不用画的像它那么的细 但是你至少应该该有的有吧懂我意思吧 就是有些该有的色块得是有的呀 对吧你不能说啊我也像后面那个树一样平图 它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啊 好第二边也是我们稍微调浓一点点 是的啊因为今天八点钟才开播啊 稍微调浓一点点快了啊 差不多十分钟咱们就整完了 好就是这个颜色加一点这个氢绿啊 OK赶紧啊 从这个位置开始从下面开始啊 为什么从下面开始 因为有些颜色它得涂着涂着慢慢的去变清 它不能说直接慢慢的去变清 比如说现在慢慢的没有颜料了啊 你就可以开始向上扩了 看没有那越往上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状态 很亮的一个状态 它是一个透亮的状态啊 不是一个那种 懂吧好就是我们再加一个 最近我的一些画法都没有很少用这种实画法去画 所以这里如果大家伙觉得做起来很麻烦的话 也可以用像这种画法 像平图的颜色啊 然后再去给一些啊 斑纹啊或者是树的一些纹路啊都可以 对吧让它有一种这种透明性在这里 让它有一种这种透明性啊 边缘其实还可以再哎 再补一些这种树柳子啊树柳子 那么它就会变成哎有些颜色进去了 有些颜色留了一些这种浅浅的白 它也不至于是全黑的颜色看起来那么的闷 但是它呢又达到了一定的重量 懂我意思吧 就显得啊透气又舒服啊 然后现在透气又舒服啊 记得这个东西其实你们也能画出来 你只要去记住一点啊 比例颜色会比你这个纸面这个颜色要干 你就可以去做出这种效果 好越往上它其实对比会稍微弱一点点 你可以甚至多做几层啊多做几层 好继续这个颜色啊 不要把做单独的一根 这地方再去跟一片一个数字吧 这样看起来它更合理一点点 ok啊 好这样你看上去的话 它整个所有的这种树 它会更加沐浴在一种啊 由清楚到远处的一种种众生感觉来 有没有发现 好剩下的地方我们就稍微的快一点啊 基本上该整理完的地方我们也整理完了 剩下一些绿灰蓝灰紫灰对吧 前面的草地 换小笔啊 差不多最后十分钟啊 我们就直接能整完 嗯 橄榄币啊我们先做一些远处的一些 啊就是需要去强弱的一些点啊 直接用绿色加赫色也可以啊 稍微中那么一丢丢 做一些缝隙啊比如说像这里 或者是这种需要去做出一些强对比的一些点啊 可以去做一下 包括这个你看这里面它其实可以含有一些这种不一样的颜色啊 对吧让它透一点种重视出来 这里也是一样的 因为现在既然给了这些颜色啊 它就会有点这种你看它会往这边延伸一点点 它不是那么的规矩 它会有一点点淘气啊有点淘气 我们要去补充就是这个颜色啊 接着啊这里 点声有点过了对吧 哎继续去补充啊补充 对吧有时候稍微的快一点省事一点啊 对吧继续啊往这边去做啊 或者是直接去多扫一些层次啊 对不对啊这样就有一种迷惑 迷惑别人了迷惑别人的感觉 感觉像是做了对吧 好像什么都化了 毕竟元素是一个虚的颜色懂意思吧 好这里稍微的给它一点点这种层次啊 因为它是前面这个紫色的一个厚度 有时候大一点的时候小一点 这里就不需要去跟那种细长的那种感觉了啊 因为它在后面它得弱一点点 哎穿插进去多做一层 有些比较重的颜色轻轻的拍一下啊 好差不多差不多 好我们把这两块颜色一补中间的东西一加这个地方画完 最后把这两块颜色一整理啊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一样是紫色前面的紫色它层次会多一点点 太重了啊 救命 减弱一点点啊 不要让它对比看起来太强 哎也是太重 不行太重了太重了 我的 这个比可能会有点 水分可能少了啊 好先开始啊 不要去加绿色了 对吧 就是一个比较干净清爽的颜色 这样一层啊 在底下去加啊 当然它上面可以去穿插掉一些颜色 包括有时候有些紫色会进来 会进入到你画的亮色草坪里面来 但是比较少啊 包括这里对吧 稍微淡一点 那么一两个 不要距离啊 那么有时候会 相对的会串一下 好画这一层的时候啊 你要明白 先画最亮的颜色 柠檬黄啊 柠檬黄加微微的一些绿色 做的层次实际上是这里 你看这一团底下是绿的 对吧 然后一个小三角啊 又回到我们色块的意思 对吧 越靠近这个下部 可能会稍微的重一点啊 稍微的重一点点 但它有时候会透出这种亮黄啊 对吧 它会透出一些亮黄 接下来啊 是什么 是 柠檬黄加点绿 你看 现在其实还是在一个做色块的过程当中啊 柠檬黄加一点绿 用于这个底下啊 或者是更重的一些位置 包括这个中层 的一些缝隙啊 剩下它就是紫跟白啊 比较浅的一些颜色 我们只需要把一些前指蛇安排到位啊 把这个缝隙的绿色再填重一点点啊 这一块 基本上就完成了啊 再穿插几个人这种条状的这种枝叶感 是有必要的啊 是有必要的啊 所以基本上像这种色层啊 连接上的一些关系 你看把这个一抢中间它就变成浅色了 对吧 就是重色压青压浅色 对吧 这里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这个方法 包括这里面排中线的方法 它也可以用在什么 用在你画这些地方的位置 懂我意思吗 那为什么 有时候这个暗边啊 它要最后面再去做呢 待会你就知道了 因为这个边它实际上会很硬 但是又没有去查到地方所在啊 好这边的稍微的灰一点点 它可以有时候有些颜色会进来啊 OK啊 差不多有了这些色块之后 我们直接把亮部的一些颜色排给它就可以了 把亮部的颜色排给它 什么意思呢 这时候我们要找到啊 调整盘一个比较干净的地方 稍微的啊 稍微的用一个浅紫色 纯度高一点啊 就是 鲜亮一点啊 你看这个都水重了 以这种小花的碎片去做 懂我意思吗 懂我意思吗 就是它可以鲜亮啊 就是把它当做 紫色的樱花啊 那种方式 你不用去顾及啊 它这个东西有没有形状 你就是把这个颜色充斥在这里 留一点白不要把它填满了 它颜色既浅 而且程度相对也比较高 那有些东西啊 那这个紫色需不需要补暗部啊 嗯 其实不需要补 不需要补暗部啊 它就是花瓣的颜色 你是表一个异象的 真正的重的地方 是用这个绿色的缝隙那种暗色去补充 听得懂吗 那就是这种直直的呀 鲜亮的一个颜色啊 如果你再去把这个花瓣做一个层子的话 实际上会很麻烦 看起来会有点不够亮丽啊 不够亮丽 这有时候甚至还可以补一些比较鲜亮的这种紫色啊 对不对 我们不用管它是啥啊 它就是紫色跟白色混染的一些颜色 那关于上面这些颜色穿进去了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啊 紫甲白最后面我们再去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啊 就是属于修改的一些方式啊 少量的对吧 大的小的色块啊 这里可以给 这里也可以稍微给一点点 不要多啊 它就是有种紫色草皮的一个感觉 而且这个是属于一个比较简单的处理方式 就是大伙一学就会啊 就是也能自己去处理到位 拼一下不要到处大小点啊 就是点的大小方向啊 可以不一样一些 好 接下来一个关键点来了啊 我们就是要去找一个稍微重点绿啊 这个时候才是最合适去卡这个边的时候啊 偏冷的一个蓝绿啊 加一点这个褐色或者是褐红色 多一点啊 因为面积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好 来这个时候开始啊 我们要把它那个 形状上的一些关系 我们要去把它补进来 啊 它其实也是成为上面这个草的 一个底色 对吧 橙色很多 你看我们这个时候就能把这个紫色 具体的位置去把它掐好了 懂意思吧 他就比如说这里面会穿插一些 你看他是不是这样就会显得很舒服 对吧 不会 不会说是啊 这好像是故意有点卡出来的感觉 当然你可以把有些这种东西放进去 不要就是完完全全沿着那个编剧组啊 这样他会显得有点呆板 这也是一样的 就不然他会显得真的会有一点呆板 我们这边既然要概括啊 要重简 对吧 那就是这种处理方式啊 这种处理方式 这颜色稍微的再加一点点草率啊 是不是很耀眼 耀眼那个步骤其实才是整个画面最简单的 这个其实也简单就是麻烦 那就是比较麻烦啊 麻烦就是他东西多啊 得反复的去调整形状 但做起来是真的不难啊 真的不难 大伙只要有一点点耐心 这个东西啊 就直接啊 ok了 好最后找些重色在这种缝隙里面啊 就是除了这个紫色的里面 包括浅绿色 一开始做的这个底 那么所有的缝隙这里面是稍微暗一点的 特别是靠近这个边缘 甚至还可以你可以把这个形状去稍微的卡出来 让他看上去更活跃一点点 整体的封起来啊 对啊就是会有这种一条一条啊 然后上面他其实也会有些缝隙 在这个花瓣的底部啊 只要做到比这个紫色重啊即可 他其实也就是缝隙懂吧 就像是上面这个关系一样 填充一些缝隙 比如说这个缝隙 这一条的缝隙 斜的一条线 你看我添加一条这个缝隙 所以我说这个颜色他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啊 那最后就是这一块咯 然后白色这块上次是一样的 而且这个比这个远处理起来会更简单啊 包括这个缝隙 这条亮边的缝隙 对吧 这种哎 这个地方卡一下 对吧 包括这种浅色啊 包括这个底色 那就是多一层啊 对吧 看上去颜色好像对比很强 为什么呢 看他的前面啊 稍微做一点这种表达就可以了 这地方啊 偷懒啊 直接偷懒 做色层啊 你看这样一层 对吧 这是还是阴影的一个重色 对吧 还是他的一条阴影啊 那好吧 直接飞出一些这种颗粒感啊 然后再去填充色块 再去画的更重啊 对吧 就是哎对吧 你看 阴影嘛 对吧 这个地方还会更重 竖的阴影啊 对吧 哎呀这种底下啊 不能 漏过他啊 不能漏过他 这里也不能漏过啊 刚好 对吧 能把它分的更加的开 中间啊 其实中间颜色 你们不需要就把它画太过于重了 差不多 你看 他有一种这种阴影倒下来的一个感觉 就行了 这一层颜色啊 就是稍微的补充一些这种重色啊 一样的跟这个关系啊 就是你要去模拟一些草的一些缝隙 这个时候等于说我们第二遍去画这个颜色 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干透了 对吧 一般补在底部啊 跟我们画那个树的状态是差不多的 上面可以凝心点一点的有一些 但是不能多啊 不能多 画起来就可以了 好 最后这一块颜色 紫色还可以再补一点点啊 比如说这里 OK啊 差不多啊 差不多啊 整一点点 OK 这里呢 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个黄色加绿啊 稍微的给它一点点层次 让它看起来有一个厚度啊 不要多 毕竟还是在这条线以下的一个位置里 OK啊 对全靠一层一层颜色去衬托啊 你看草其实也可以做成这样 只要你耐心你可以组合的更好啊 我这边就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对吧 就显得略微的有点放肆啊 就是随便啊 对吧 就是有点不尊重大家啊 对啊 没办法 但是我们系统课一般做示范 就没有时间限制啊 而且一般来讲像这种类型的话 我们可能画到两三节课啊 就是你可以完完全全啊 把所有的细节啊 都可以去学会啊 不会 不会特别的难 好这地方我们就直接采取这个地方的作画 它就是一个虚光的一个效果 其实应该是湿化法这个地方一层一层 有量的地方按照上面这个方式去铺的 但是它面积比较大 而且用的湿化法也比较多啊 所以看上去很多东西它会空不住水分 那我们这里就用一个比较容易出效果 比较傻瓜式的形式啊 让这个色块去拼出来一个效果 对吧这样就大火也容易去做出这种感觉啊 对吧也能够啊快速的去把这个效果去整合出来 你看它其实就是一个虚的效果 它也会有一种强暴光感 虚实啊才是一个绘画 最重要的需要去关注的一点啊 这里为什么不画呢 因为它有阴影啊嘿嘿 知道为什么把这东西花这么大了吧 那这地方我要添加一条啊 记得以蓝色为主吧 它有阴影啊 而且这个地方是环状的 稍微给它盖多一点点 就是给它旁边多一点点啊 多一点点 既然有阴影的话呢 这个东西就好办了 对吧我可以省去很多 因为这地方它要显得松动啊 要显得 对吧要显得松动 最后啊 这的话其实我们画完了 最后我们找一些比较亮的一些 活跃气氛的一些点啊 比如说柠檬皇加白去做了一些亮色草丛 或者紫色加白对吧 它会有些亮点 所以这里我们用的是 这个 没有这个颜色的话直接用蓝紫色啊 用的是这个 喝白音的这个颜色 这个白色呢 我们用的是白沫水的这个白色 两个颜色 第一是草 三个颜色 第一是草绿 第二是这个蓝紫 第三是 第三就是那个 放这条吧 第三就是 那个 柠檬皇啊 亮一点啊 覆盖就行了 比如说它有些亮色的这种东西 对吧它穿插进去的啊 我们一开始没办法去做的 你看在旁边它会有一些 这里面会有些小点 对吧 它就哎 一下子啊 这偷懒方式 对吧 不要担心啊 画画是一个想办法去解决的一个过程 对吧 这里面会不会有当然会有 这边会不会会飘一点 当然会飘啊 这边不仅飘紫色还会飘黄色呢 还会飘黄绿呢 但是它在这里面要弱一些啊 不然大伙不要把它画亮了 懂吗 懂吗 就是偷懒大法啊 我之前好像出了个视频 推荐一些比较有用的一些颜色啊 对吧 然后黄绿的话 其实也有啊 这种类似的啊 这边因为要一个绿的话 就要让它绿到极限 你可以买这个啊 这个啊 放在这里了 名字是532啊 一样的啊 整一些白色 而且这个白色你可以往柠檬黄方向去靠 就是比如说我再加一点柠檬黄啊 也可以啊 本身它也还会含有柠檬黄 你看这个近处的 它就会看起来比较明显啊 注意一下大小啊 像抽风一样啊 一些点一些湿 有些对吧 有些是块状的 有些是哎 就是差不多这种啊 越到远处它越小 这个细节点越小啊 就是它可能看出去没那么的亮 不要点多了啊 比如说这里面会有一两片叶子飘起来啊 对吧 就把叶子给我安上去啊 安上去 对吧 有两片大叶子啊 大叶子 对吧 就不会显得很闷啊 OK 远处的话 其实没有必要去加啊 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弱的状态 好 包括这种树皮上的一些这种灰啊 如果你耐心做的话 可以 因为是白沫水 它可以边蹭啊 边去给它一种这种发 就是苔显发了眉的感觉啊 不去做了 不去做了 给自己添堵 对吧 给自己添堵啊 何必 有那么一件感觉就行了 最后啊 需要一些特别重的一些卡点的一些位置啊 为什么说我的颜色只放在了这里啊 因为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些颜色 比如说阳光透过 会有一个巨亮的一个颜色 就直接拿一个荧光黄啊 这些颜色我之前在出视频的时候都给大家推荐过啊 它会非常的亮啊 用于这些地方的一些点 或者是做一些这种 啊 很浪漫的一些东西啊 对吧 他擦在这里啊 哎 不整了 这是讲一个方法 不要做多了 做多了就会变得很奇怪 对吧 做多了会显得有点奇怪啊 补充到这种缝隙里面的亮亮绿片啊 就是有时候你可以去做到一些画面的调整 对吧 哎呀 他有缝隙画的不好 哎呀我这东西画多了啊 画的很丑 盖一下哎 你看是不是一下子就就回来了啊 好 差不多啊 拿一个黑色的丝线啊 就是比较重的 把这个笔拎干啊 重新调一个这种褶石土黄啊 加一点点蓝绿色褶石稍微多一点 浓一点 一定要记得浓一点啊 浓一点 就是有一点接近那种灰黑色啊 那种那种感觉啊 就是我们前面这个草啊 他其实 他如果你把它加一个特别亮的 在更浅的一个层次的话 你最好是给他加一点这种枝干 啊 这拖不动了啊 稍微加一点点水 有点拖不动了啊 就是还原他这个地方更清晰的一种感觉啊 层次嘛 他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对吧 哎 生长下来啊 他会有一些这种更往前的一个层次啊 好差不多啊 有些地方我就等于是随便交代一下 其实也没有留白啊 就是 等于就是偷懒啊 偷懒 好我们今天这段作业啊 基本上就完成了啊 今天讲了其实有很多方式 包括呃 怎样去分析画面对吧 怎样去理解色块 以及整个画法 还有一些笔触以及做法 还有大小色块的一些构成 其实讲东西还是挺多的 但是 我因为这节课啊 他只能是以一个画完这张画面效果为主要的一个目的 所以很多知识点 在正常我们的课上会变成一节完整的一个课啊 如果大家想要去快速去学好有关于水彩方面的内容的话 可以通过我们下方的一个联系方式啊 去了解到我们一个课程 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明天可能还会有一节啊 我再也不会做那么复杂了 我们会做一个 哎 简单一点的一个颜色啊 简单一点的一个画面啊 差不多就这样子 OK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结束了啊 这张画其实可以再往前面去画的更细致了 只要你们有足够的耐心啊 你看我这前面都是随便整整啊 你看我画素的时候还是起的挺多的 对吧 越到后面可能就越急着啊 赶紧溜啊 OK 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结束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时候啊 我们下期再见啊 接下来是一个回放的一个过程